萧淑妃的身份 也算是我唐神的仙剑 虽然他勉强属于是客串吧 但是黄丽丹并不知道 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你要论起亲疏远近 萧淑妃那肯定算是自己人了 可这个黄丽丹 就拼了得罪萧淑妃 也想给我提个行 这份情谊 那也是千金难换的 一听我这么说 也不再多说什么 行 你自己有分寸就行 以后有事 你尽管招呼俺哥俩 方圆几百里 我们哥俩也算是有点分量 相互寒暄一番 众人呢达到恢复 黄丽丹哥俩继续护送我们 路上哥俩找了不少 这个山神啊灵芝啊 等不少好东西 等我们踏出森林时候 所有口袋里都塞满了 回到家中 我拍了拍狼上口肩膀 哎 你看那是什么 狼上口好奇的回头望去 扶一下子 一股的阴风迎面吹来 狼上口 这眼神一凝 身上的气质就截然不同了 来人 正是送我们回来的这个黄丽丹 几人喝了一顿酒之后 对方这才是恋恋不舍的 啊 暂时离开了 折腾几天 居然都是精疲力尽的 想着这个酒精望上涌 这一觉 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中午了 这几天 又到了去医院 给陆瑶娘娘 检查的日子了 众人开两台车 直奔附近的城市 是赶了过去 几百里的路程 开了三个来小时 到达目的地 是已经傍晚了 简单吃口便饭 找个酒店住下来 这是狼上口 曾经待过的城市啊 自打落在我家之后呢 好久都没回来过了 打声招呼 狼上口出门 见朋友去了 一直到天黑 他才满身酒气赶了回来 而他还不是自己回来的 身后竟然还跟着一个小伙 这小伙长得榜大 腰圆 面容的也英朗 跟狼上口站一块 明显就是丑小鸭和白天鹅了 一番介绍之后 这才知道 对方是狼上口的发小 闲聊一会儿 狼上口将我拽到一边 哥 我哥们最近遇到点邪乎事 我心思让你帮着看看 这真是哥们 跟我穿一条裤衩长大的 好兄弟 你帮帮忙呗 那你哥们遇到啥事了呀 那让他自己跟你说 这事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我拍了拍狼上口的肩膀 你放心 只要能整的 我肯定帮着 说完 我俩再次来到这个狼上口 朋友跟前聊起来 而他的朋友呢 开始是娓娓道来 将自己遇到的事 讲述一遍 小伙姓刘 别人呢 叫他大刘 之所以这么叫 是因为他那个 虎背熊腰体哥 大刘呢 一直也没干什么正经事 可社会上瞎混几年 父母出钱买辆车 让他没事啊 跑跑这个网约车 也算有个虎口的营生 他遇到的事 是从一次 网约车接单开始的 那么这一天 一个雨夜 天气的原因 让他小赚了一笔 心里和解 一会儿怎么 犒劳犒劳劳自己 是吃着火锅 唱着歌 还是撸着肉串 感慨人生不易呢 此时此刻 电话响起来 来电话的是 他的另一个朋友 叫大力 哎 大力啊 咋得想你爹了 电话那头 气急败坏 骂了一声 去你大爷的 一会儿喝点呗 大刘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对着电话说道 你要罗汉劳 我可不去 咱俩不能整天抱着酒瓶子 唱他妈兄弟干一杯吧 嘿嘿 那哪能啊 别磨叽了 老弟姐啊 今天有丫头 挂断电话 大刘赶紧将这个 接单软件关了 就在他打算 前往目的地时 手机传来提示音 提示他接上一单 让他尽快前往目的地 大刘骂骂咧咧的 抄起来 我那妈已经关了软件 怎么还进来一单呢 看了一眼 莫名其妙进来的单 此刻他却犹豫起来了 这单 去五十公里外的一个镇子 这路程呢 不远不近 按照平时价也撑死了 这一百来块钱 可眼前这一单 给了足足七八百呀 虽然是下雨天 来回顺利的话 已经就两个两小时的路 这钱太好赚了 此时 大刘脑子里 左边是丫头 右边是红彤彤的票子 最后摇着鸭说了一句 操 钱难赚 使难值 取消一单扣不少钱 干这一单 我还挣了几八百了 这买买值得干 咱们说干就干 大刘开车 前往附近 他接乘客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尽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儿的那些年 二 之 紫城 复业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四十集 大刘 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联系乘客 乘客几分钟就赶过来了 这个女孩 虽然已是深秋了 可是这姑娘呢 却穿了一件 红色的长款连衣裙 大刘不禁敢看 这姑娘啊 真抗动 美丽动人呐 要风度不要温度了 也许是雨夜的缘故 大刘并没有看清这个女孩的脸 可是从气质上的感觉 那这姑娘应该是能挺漂亮 女孩上车一瞬间 突然感觉一股子冷风啊 钻进了车里 这感觉就好像说寒冬腊月 望着山子站在冰天雪地里 大刘一下 不禁打起了寒战来了 下意识说 看眼后视镜 此时女孩低着头 这一头绣发将整个脸都挡住了 大刘笑了笑 老门挺扛冻的呀 天挺冷的 我给你打个空调吧 这女孩低低说了一声 不用 连头都没抬一下 大刘心想 得了 我自讨没趣了 自嘲笑了笑 发动汽车 直奔目的地 就赶了过去 这路上啊 感觉说 冷的都不行了 这辈子 从来都没那么冷过 嗯 这冷的仿佛是有千万的钢针 在扎自己呀 实在忍不住 这大刘这才是敲门牙的 打开空调 女孩呢 就扫了一眼 也没有说什么 可这个空调风吹的 是压根压不住 大刘身上的浑身冷意 这路撑开了一半 那哥们大力 发视频来了 接通之后 开始抱怨 我说大刘 好嘛 你趴着来都到了吧 你走丢了咋的 怎么还没到啊 大刘压的一声音回道 我接了个活 一个两小时回去 你别磨叽了 今天我安排行了吧 大力听完哈哈大笑 啊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咱还能当朋友 说到这 视频里的大力 愣了一下 通过这个摄像头 左右观望 不是 你 你忽悠谁呢 你这车厉 哪有人呢 大刘一听乐了 你别他妈扯犊子了 操 你这找 你忽悠我多少回了都 啊 太忽悠我 行了 我挂了啊 一来小时就到了 说完 这大刘挂断了电话 随后呢 又看脸后视镜 人家姑娘依旧呢 低着头 自从上车之后呢 好像一动都没动过 接了这一单之后 大刘总感觉 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 不舒服感 啊 回想着大力 刚才那个表情 大刘总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恐惧 这个心里是 慢慢的生疼 强忍着心中恐惧 大刘偷偷的 搜索出大悲咒 来了一个循环播放 一边播放着 一边偷摸观察 这女孩 对方呢 没有一点反应 身体都一动不动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终于在半个小时后 到达目的地了 这个目的地 在县城的边缘 算是这的郊区了 眼前是一片 破旧低矮的平房 里边像他们迷宫一样 纵横交错呀 车子 一直开到郊区边缘 都快出县城了 身后女孩 这才滴滴说了一声 停车 这车子停在了 一个破旧的院子门前 女孩说声谢谢 这才开门下车 大刘下意识 回头看了一下 第一次看见了 这个女孩的脸 这是一张清冷 却又漂亮的脸 尤其那张 含情默默大眼睛 瞬间 钻进了大刘心坎里 让大刘一下就忘掉了 之前的种种不适 但凡是说 哪怕女孩要是鬼的话 大刘都甘愿来一个 人鬼情未了 一瞬间 这大刘不光看清了 女孩的脸 他还看清了 女孩拨颈下面 有一块淡淡的胎记 这个胎记很奇怪 好像一条长长的带血的勒痕一样 大刘仔细端详片刻 确定 这就是一个胎记 女孩下车之后 大刘环顾四周 这才是暗自自嘲起来 都说鬼没有影子 此时呢 车子大灯照在她的身上 拉出了长长的影子 坐在车内 点了根烟 目送着女孩 消失在现实之中 心中叹了一声 好白菜 可能都他妈让猪拱了 虽然眼前没猪 可是说 今日一别 人海茫茫再相见 那机会 不比大海捞身次 慌了慌脑的 得了 乱七八糟 想法全都甩出去 开车 直奔式驱赶 道士静忠 大刘看见女孩 就站在车子 停下地下 这姑娘脸上 露出了一抹 诡异的笑容 而她那个 拉着老长的影子 就跟她张牙舞爪 四处游走着 这一下下的 大刘差点 给他们车 开好沟里去 可再一仔细看 哪还有姑娘的影子呀 有心想 这眼花了 简单机说 当天晚上回到市里 这大刘跟朋友 喝了个痛快 而那女孩呢 也早就被她 遗忘脑后了 大家都是彼此的过客 匆匆离去 根本也留下 不了一丝的涟漪 当大刘从这个宿醉中 醒来时 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 本事红尘不归客 却因灼酒练风尘呢 这自嘲的念句师 大刘起身洗漱 生命不惜 战斗不止嘛 填饱了五藏庙 开车继续 为生活而奔波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尽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儿的那些年 二之 紫城复夜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四十一集 时间一晃 来到夜里了 开了一天的车呀 身体那叫一个腰酸背腾 正当大刘准备下馅软件 回家的时候 大刘下意识的抬头看了一眼 此时的他 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 昨天接女孩上车的位置 大刘本都忘了这茬的 可眼前景象 却让他回想起 昨天那张又清冷 又漂亮的那张女孩脸 自嘲笑了笑 我的妈 是不是该成个家了 见个女孩念念不忘 这操 我妈妈成情种了吗 这不 就在此时 手机再次响起了提示音 系统 又给大刘拍单了 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声音 此时此刻却让她是浑身一震 不知是在期待还是在恐惧 大刘迅速打开手机 熟悉的路线 熟悉的目的地 依旧是昨天夜里那个女孩的胆 大刘感觉心脏仿佛被人掐了一下 都忘记呼吸了都 此时大刘又惊又喜 还有一点害怕 心中是莫名的多出了一抹倾诉来 酸酸甜甜的感觉 让大刘碰然心动 没智了 仅仅一面之圆 发现自己好像蛮喜欢上对方了 这种喜欢的淡淡的 但是却只是开始而已 还没等大刘联系对方 身后车门啪打开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 自己钻进来 依旧是那个 一袭红色连衣裙 依旧是那一头漆黑秀发 依旧是那一抹清冷的味道 车子在熟悉的路线上跑着 车上也依旧冷得不行 可今天大刘呢 仿佛就好像习惯这种冰冷了 一路至上 也不知道他多少回看向后视镜 真希望时间能停留在此刻呀 真希望这个路程永远都到不了终点 可是恍恍惚惚之间 车子来到终点了 这女孩说了声谢谢 再次匆匆离去 大刘在原地待坐良久 这才是魂不守舍的开车离开了 回到家中 大刘突然感觉呀 浑身热的发烫 哎呀这个脑子昏昏沉沉 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这不用多想 大刘知道发烧了 躺在被窝里面是瑟瑟发抖 不知不觉睡过去了 这一睡就做梦 梦境之内 大刘再次遇到那个女孩了 这回这姑娘不穿红色连衣裙了 换了一身雪白的婚纱 而大刘呢 则是一脸喜气洋洋的站在她身边 周围皆是祝福的宾客 就在入洞房时 大刘心爱的新娘都不见了 找遍了整个世界 怎么也寻不到对方的身影 这大刘感觉全世界都给她抛弃了 绝望和孤独感慢慢爬上心头 可就在这时 新娘回到了她的身边 这一袭洁白的婚纱 被鲜血染得痛红 新娘的脖子上有着一道长长的勒痕 勒痕泛着乌黑的血迹 大刘抱着自己新娘的痛苦流涕 大喊着问道 你怎么到了 谁给你弄成这样 新娘脸上露出一抹惨笑 口中喃喃重复一句话 你啊 就是你 这怀里的家人此时恐怖到了极点 但大刘心中没有一丝恐惧 有的只是心疼和悲伤 死死抱着新娘的 大刘有一种感觉 已经深深爱上了眼前的新娘了 这爱是自私的 爱呢又是无私的 他爱上了眼前的女人 不论现在是否真实 不论梦中的她变成了什么模样 她紧紧抱着新娘生怕一松手 她就得消失了 砰 一个轻不可闻的声音 传进耳朵里 就好像玻璃破碎了一样 伴随声音传来 这怀里的新娘就像一面破碎的镜片一样 片片碎裂 眨眼之间 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耳朵里回荡着一句句 凄冷恐惧的声音 你来陪我吧 你怎么还不来陪我呀 这大刘愣愣的看着空荡荡怀抱 嘴里一边边喊着 别走你别走 突然 梦醒了 大刘莫名的睁开这个沉重的双眼 嘴里依旧发出朦胧最后那几个字 别走 此时感觉自己浑身酸疼 依旧也发着高烧呢 伸出手搓搓脸 大刘艰难爬了起来 耗尽力气这才穿上衣服 跌跌撞撞走出家门 奔着附近的一个诊所赶了过去 这诊所 那她既事起就存在 童年的大刘三 这流下了无数委屈的泪水 原来的中年大夫呢 现在已经到了治天病的年纪了 可不得不说这老大夫治病确实厉害 头疼脑热的 几味药让你要到病除 最主要是 老大夫中西医结合 还有一手针灸的绝活 这附近居民得个小病都不用去医院 来着拍着对抗病来 就说这个连什么小孩液体啊 来找他 大夫帮忙给烧个替身 叫个魂都能好 这就不是中西医结合了 有点阴阳结合了 推门走进诊所 一头扎进熟悉的床上 大小子 咋的了 大小子 老大夫给大刘起的外号 大夫一脸关切 站在窗前看着大刘 大刘力气都用尽了 睁开眼力气都没了 咪咪咚咚咚咚咚 发烧了 随后昏昏沉沉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大刘被一种淡淡的刺痛感惊醒了 勉强睁开眼 这才看见老大夫给他针灸呢 但他脸上却露出了一抹罕见的凝重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进在 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儿的那些年 二 之 紫辰复业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四十二集 大刘一见 老大夫脸上露出一丝凝重 还在那逗乐呢 咋的呀 绝症啊 老大夫一个嘴巴子扇过来 平时都能躲得过去 今天大刘连躲着嘴巴子力气都没了 少他妈扯犊子 呸 坏的不灵好的灵 这对方关切的模样 让大刘心中荡起了一阵暖意来 虽说被扇了一巴掌 可是呢 他没有一丝的不满 开口继续打圈 这个老大夫 你还挺迷信的 大刘话音刚落 这老大夫便看着他认真说道 大小子 你说实话 你最近又惹什么祸了呀 大刘瞪着个大眼睛不满说道 爷们别说惹祸了 最近我拉把不都挣分多秒 哪有时间扯肚子 我都恨不得给车上吃车上拉了 老大夫听完满一点点头 算你有点良心 你老大不小了 让你爹妈省省心吧 见着大刘一脸不满 老大夫这才止度唠叨 可对方呢 确实欢迎一转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啊 我跟你说 我刚才给你把脉来着 你这个脉相 有点奇怪呀 而且你小子长得五大三粗的 身上阳气怎么这么低呀 好像 好像让人抽干了一样 这样吧 我给你个电话 你找个明白人看看 我可没吓唬你啊 耽误了你兴许有血光之灾呢 这大刘很是好奇问着 好嘛爷们 您还有这方面朋友 再说我这感冒 你给我吃点药不就完了 真就有啥用啊 老头听了啊 这大刘的疑问 不满的解释着 自古乌衣不分家 远古时候还是先有的乌 后来才有的义呢 原来的老中医 哪个没点看家本事啊 有时间你翻翻本草纲目 那里边有不少药方的 比我说的还玄乎呢 你敢说人家要剩迷信吗 你的身体一样失调了 我用银针给你散散体内阴气 这样好得快 你小子嘛 啥也不懂 这老头的跌跌不休 让大刘是心烦不已 此时他感觉呀 自己已经是好多了 抬头看了看窗外的天色 已经是漆黑一片 脑子里突然想到 那个女孩的身影 瞬间忘记了一切 活鸡活鸟 穿起了鞋奔着门口走了过去 哎 爷们我有事先走了 药费咱下回再算啊 身后传来老中医破口大骂 随后传来的叮嘱的声音 有时间去 我给你的地址看看 你千万别忘了啊 来不及打招呼 大刘机匆匆离开诊所 朝着家中跑去的同时呢 还看了看时间 脑里全是女孩那张 清冷而美丽的脸蛋 坐上了驾驶位置 刚要发动汽车 手机传来熟悉的提示音 虽然一天没开这个网约车的软件了 啊 虽然他是百思不得其解 这蛋到底怎么进来的 可 他还是不顾一切的 点进软件 这大刘就像一个书红眼的赌徒一样了 手中这最后一张手牌 那是他翻身的希望 不出所料 手机里正是那个熟悉的订单 大刘可彻底憨憨傻笑着 如果他抬头看一眼 后视镜中反尘出来的自己 一定会被自己这个近似风摸的表情吓一跳 啊 来不及多想 大刘开车直奔那个熟悉的地界 十几分钟过后来到目的地 大刘痴痴傻傻坐在车内 左顾右盼 脸上表情充满了期待 此时的大刘已经深深爱上了 这个陌生的女孩了 一如他在梦中爱着的那个新娘 他已经是身陷其中无法自拔了 一股子熟悉的冷风在车内荡起 啊 熟悉的味道 连空气的冷液都带着丝丝暖流了 不用回头大刘就知道 这姑娘来了 但身后这回呢 却突然传来女人冷冷声音 你生病了 这女孩声音虽冷 可听在大刘耳中是满满的关切呀 这是几天以来女孩说的最多一句话了 大刘下意识嗡了一声 随后呢便又回头补充 那个不过现在没事了 这女孩淡淡回道 没事就好 开车吧 大刘看了一眼对方 只见这姑娘呢依旧低着头 她并没有如愿的看见那张恋恋不忘的脸 车子慢慢启动直奔目的地 跟喜欢的人在一块 这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 不知不觉就到地了 车子停下之后 女孩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转身就走 这姑娘坐在座位上沉默片刻 而大刘呢 则是看向了道士敬重的她 这气氛瞬间尴尬起来 但大刘则希望这个尴尬的气氛 能一直到永远 足足过了有一分钟后 女孩轻轻说道 照顾好自己 说完姑娘走了 就在此时 这车突然灭火了 尝试着发动几次 打几回火 大刘方向根本发动不起来呀 气得啪 重重锤了一下方向盘 大把一声 灰气 就打算下车查看 正在这时 这耳边响起了熟悉的声音 车坏了吗 女孩不知何时 悄无声息折法回来 就站在了大刘旁边 紧接着说了一句话 要不进屋坐会儿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进在 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儿的那些年 二之 紫城复夜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四十三集 虽然说女孩的邀请比较突兀 虽然说明知道 进去对方家中有些不妥 但大刘还是下意识点点头 好 女孩看了大刘一眼 随后默不作声的慢慢前行 大刘愣了片刻 便匆匆下车 跟在了对方的身后 走进了这个熟悉 却有陌生的院子 这个院子里啊 冷冷清清 没有一丝人气 跟这个女孩身上的气质一模一样 大刘已经深深爱上了这种感觉了 这种冷冷清清 冰冰凉凉凉的感觉 只与他见了三次面 说过的话也只有区区十几个字而已 大刘甚至都没真正的看清过他的模样 可是呢 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爱上了这个陌生的女孩 大刘不是一个烂情的人 更不是见到美女就走不动道 可此时的她 仿佛是摸正了一样 这女孩仿佛有一种吸引力 彻底让大刘身陷其中 就好像依赖于某种东西的银君子一样 也许说爱情并不需要什么理由吧 大刘在心中默默的这么安慰着自己 穿过了院子 走进房间 这屋内 依旧也是冷冷清清 看这模样 这女孩应该是独自生活在这 指了指一旁沙发 这女孩冷冷说了一句 自己钻进房间了 这大刘愣愣的坐在沙发上 举目四望 屋里的陈设简单到了极致 但是呢 好像缺少了一种东西 大刘研究半天 这才突然想明白到底少了什么 少了烟火器 这个屋内缺少了有人居住的烟火器 房子有没有人居住 那你一进屋就能感觉到 这间房竟然冷清到了 没有一丝有人居住的痕迹 房间内 唯有一丝 照气的物件 是桌子上摆了一张照片 这正是这个女孩的照片 照片之内 这女孩穿着一袭红装 脸上难得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这一抹微笑仿佛一枚钢钉啊 深深嵌入了大刘的心房 此时大刘这才有机会 近距离的看一看这个女孩的长相 虽然只是照片 但是呢 突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好像说在哪见过她 大刘在脑子里飞快的翻看着记忆 却怎么也找不到 跟这个女孩有过的任何一点交集 这段缘分 难道说是上天注定 难道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前世记忆吗 大刘在心中暗自感觉好笑 房间里是安静的可怕 安静的能听见自己微弱的心跳声 就在这大刘胡思乱想的时候 耳边旁突然嘎啦 响起了一声炸雷啊 这个炸雷 是大刘这辈子听过最响的一个雷了 好像跟他们身边炸响的一样 片刻功夫 屋外大雨倾盆 这大刘车还坏在外面呢 此时又是深惊半夜 就算大刘再怎么不想离开 他也得站起来跟女孩打个招呼 然后要走 他说起身之时 卧室的房门嘎吱开了 女孩慢慢走出房间 低声说道 下雨了 你车也坏了 不嫌弃 就在这住一宿吧 还不等大刘说什么呢 女孩再一次回到房间 找着大刘 站在原地带立许久 不明白这自己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会如此迷恋一个陌生女孩呢 夜深了 大刘窝在沙发上翻来覆去 睡不着觉 脑子里突然想起了 老大夫跟他说过的话 这混乱的脑子一阵清明 跟女孩相遇的点点滴滴 反复在脑子里挥荡 这可不对劲 啊 这女孩不对劲 而自己这几天的表现也不对劲 脑子刚清明片刻 随后又开始浑浑沉沉起来 身体是一阵冷一阵热 大刘又发烧了 不知不觉里 大刘稀了糊涂睡过去了 睡梦之中啊 那浑身湿血的新娘再次出现 用那个怨恨和气出的眼神看着自己 她在怨恨什么 又在憎恶什么呢 不知不觉见梦醒了 这屋外是艳阳高照 女孩的房门依旧紧闭着 大刘起来晃晃昏沉的脑子 对着卧室方向喊了一声 我我我走了啊 房间里传来四有四无一声音 大刘推门走出房间 冷风吹来 下意识裹裹裹裹淡泊的意见 一场秋雨一场寒呢 秋老虎也赶不走这个撤骨的寒意 远处几个路人正对着大刘指指点点呢 这一见大刘朝着自己看去 人家好像仿佛躲栽一样 纷纷逃一样离开了 大刘还挺生气 让他们催口唾沫 呸神经病 真那么晦气 坐在车上试着打了一下火 这昨天还打不着的 汽车竟然好了 大刘自嘲笑了笑 看来老天爷留我在这儿过夜啊 忍着浑身难受 大刘再次回到市区诊所 还不等他说话 老大夫认真问道 大小子 你说实话 你最近到底干什么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进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儿的那些年 二 之 紫城复业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744季 老大夫认真地问大刘 让他说实话 问他最近干啥了 大刘当然不会把自己的事说出来 只想编个理由搪塞过去 老大夫对于大刘的鬼话呢 根本也不为所动 盯着大刘看了半天 随后拽着他来到一面镜子之前 大刘看着镜子里有些憔悴的自己 笑着说道 还挺帅呢 老大夫气机败坏指着 他那模样恶狠狠说着 还挺帅 你看看自己哪还有点正常人的模样啊 再这么下去 不出一礼拜 你他妈大祸临头了 听了老头的话 大刘认真地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 除了顶着一圈大大黑眼圈 除了脑面有些发黑 除了像个有个这个病入膏黄的病人 自己哪不像杨健人了呢 老头见大刘一副蛮不在乎的模样 也不顾这个屋里啊 重病人一样的眼光 拽着他就往外走 走 我带你去看看去 你小子就是个匠种啊 不吃亏 你绝对不带回头的 这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刘此时此刻 心头莫名涌起了一阵怒火 一把啪 甩开这个老大夫胳膊 我说你就是先吃萝卜蛋操心 你也不是我爸爸 我的事你少管 老大夫被大刘的语气说得愣住了 而大刘呢 也被自己这个脱口而出的话说愣了 这么这话说得太重了 这老大夫虽然不是大刘的爸爸 可是无儿无女的他 早就已经将大刘当成了自己孩子看待了 就这些孩子都是他看着长大的 这份感情做不了家 老头嘴巴如动几下想说些什么 可终究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此时大刘也感觉到自己的话重了 而这莫名其妙的话并不是自己的本意啊 看着这老头伤心又失望的眼神 大刘逃一样的离开了 身后传来一声失望的叹息 想起老头往日种种对自己的好 大刘心中生起了一阵自责 他发现自己是越来越不正常 可这种想法刚刚升起 转眼之间 就被脑海里女孩的身影打击得无影无踪了 自从遇到女孩 这大刘的脑子呀 就一直是昏昏沉沉的 回到家中 他直接钻进了被窝 随后又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 这高烧不但是没有退 反而呢是更加的加重了 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这大刘整个人像魔装了一样 不顾浑身酸疼 穿上衣服就出门了 钻进汽车 奔着熟悉的目的地赶了过去 江车挺好 这大刘艰难的掏出来电话 此时 他已经烧得有些糊涂了 迷离着双眼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可熟悉的订单呢 并没有出现 这大刘跟风魔一样 拼命的刷新手机 而令他失望的是 那个订单 今日并没有如约而至 直到深夜时分 订单也好 女孩也罢都没出现 此时已经过了 往日里女孩出现的事件了 大刘愤怒的 给手机都扔出车外了 嘴里还滴那 喃喃的骂着什么 而就在他撞入疯癫之时 飞出去的手机 竟然自己回到车内了 朝思夜想的女孩出现在车前 这女孩今日是一改往日冷漠 她竟然甜甜的笑了笑 哎 方便吗 送我回家呀 这大刘呆呆的看着女孩 脑袋不自觉疯狂点头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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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女孩再次笑了笑 人 静止钻进车内 说今天的女孩跟往日截然不同 她好像十分开心 脸上呢始终露出甜甜的笑容 一路误化 到了家门口 女孩再次邀请道 进屋坐会儿啊 大刘连点头都省略了 整个人仿佛丢了魂一样 跟在女孩身后 进屋之后 女孩热情的可怕 此时大刘的身体 已经不受大脑控制了 疯狂的迎合着对方 可她却有一种奇怪感觉 这对方仿佛在吸收着自己的一切 阳气 精气 神 包括她的生命 这大刘感觉自己的一切 都在以一种诡异的速度流逝着 心中生起了一个念头 是不是过了今晚 自己可能就不复存在了吧 而这时呢 脑子里又想起了一句诗 叫牡丹花下死 是做鬼野风流 为了怀中的女人 那死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就在大刘意识模糊时 耳边突然想起了老大夫 那个疲惫又着急的声音 大小子 大小子 这是老大夫的声音呢 正当大刘想要开口回应之时 她的意识却慢慢的模糊起来了 整个人呢 也慢慢的被无尽的黑暗吞噬了 当她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 这已经是三天之后了 眼前再次出现了 大力那张关切的脸 哥们儿 你这玩什么了 你差点给自己玩没了呀 大刘脑子里突然想起女孩那张脸 而此时她已经全然没有那种 疯狂迷恋的感觉了 她见男爬起来 拉着大力就往外走去 你这病还没好呢 你干啥去 来不及解释 大刘开车 载着大力直奔那个 熟悉的院落开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进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儿的那些年 二 之 紫城复业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四十五集 一个小时过后 这哥俩再次来到几天前 还招死目想的院子 大力看着眼前破落的院子 直着这个远处墙壁 写着那个拆字 疑惑地问道 你带我来这鸟不拉屎弟弟干什么 这都要拆了 这那么难用人哪 大刘拉着大力进了院子 推门走进房间 那几天没来 房间之内竟然是布满了灰尘 墙角之上还有不少蜘蛛网 进到房间里 映如眼帘的呢 还是那张熟悉的照片 照片上依旧是熟悉的女人 可照片 却已经变成了黑白相间的颜色了 这女孩依旧在笑 可那一袭红裙 却也变成了黑白颜色 大刘指着照片 对身边大力问道 你认识照片上姑娘吗 大力愣愣地看着眼前 一向颤抖着问道 你忘了她是谁了 一瞬间 这无数的回忆 如潮水一样 出现在大刘脑海之中 说眼前这女孩 大刘认识吗 真认识 她不是几年前 已经自尽而亡了吗 这自己为什么 还能遇到她呢 怪不得女孩一直 低着头呢 原来是怕自己认出她来 一瞬间 这大刘就想明白了 第一次在这个房间里过夜时 为什么那群指指点点的人群 像避问神一样远离自己 突然 这大刘想起了 昨夜晕倒之前的那个声音 她疯了一样 拽着大力先忙问道 那老大夫呢 你看 大力一听 脸上涌起了一阵莫名的悲哀 老爷子 走了 昨天吓得脏 走了 大刘是如遭雷疾啊 那一天 老大夫跟大力一起来这寻找的大刘 二人来到此处开始分头寻找 那果不其然 老终于找到大刘 当时大刘啊 正躺在一间破旧没人居住的房间里 已经是气弱油丝了 这人眼瞅着就要不行了 老大夫情急之下拿出了包里的银针 在其身上挤出穴位扎了起来 这没扎一下 大刘体内就飘散出一丝黑丝 随着老大夫手中银针扎完 大刘的呼吸也逐渐的平稳起来 老大夫赶紧叫来附近的大力 俩人带着大刘来到一个老头家中 这老头呢 正是老大夫介绍给大刘的高人 老头看了一眼 大刘惋惜的摇头道 完了 我都救不了了 另请高明去吧 老仲仪听闻依旧是苦苦哀求 对方无奈之下 出手暂时保住了大刘的性命 可是你都说了暂时保住了 这个手段是治标不治本啊 几天之内大刘还得遭遇生死结 不过这也算给了他一丝升级了 这当天夜里 乔冰这个老头炒了两个下酒菜 拽着老大夫喝了半酒 这两人是开怀畅饮 好不高兴 一直到天明 两个老头各自叹口气 老大夫放下酒杯苦笑一声 哎呀 吴兄 老弟这就先走一步 咱们后悔无期了 这乔事的老头呢 也无奈点点头 刘老弟 一路走好吧 老大夫带着大刘去了医院 安顿好了大刘 老大夫坐在凳子上睡了一觉 这一觉睡着了 就再也没醒过来 老大夫走了 收过老头恩惠的孩子们听闻 纷纷前来帮着老头处理后事 老头曾经留下医院 一切从简 就这样 老头第二天草草出殡了 虽说他无儿无女 可送殡的队伍足上百人呢 披麻带笑的足足几十个男男女女 白花花一片孝子 跪满灵萌 大刘听闻大力的转述是嚎啕大哭 虽然不明白这里边的事 但他已经猜出来了 这老大夫应该是因他而死 大力等人呢 在一旁劝慰着 行人已经入土为安了 你再怎么不愿意他也回不来呀 更何况你那身上事还没解决掉呢 对吧 大刘根本不管自己的事 整天的醉生梦死啊 那么说一直到今天夜里 狼上口赶回来约众人一块吃饭 这才是知道大刘的事 大力听说狼上口 一直跟着一位出马的大神私婚 这才有了让我们帮着 给大刘看看的打算 大刘讲述完了自己的故事 我看着他的脸认真地问道 你跟那个姑娘到底咋认识呢 你俩之间有啥事啊 这个 大刘开始支支吾吾起来 狼上口一见大刘 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 直接开口 哥 这事咱就别纠着不放了 抓紧给他看看不就完了吗 不等我说话呢 这一旁余彪冷冷回道 狼上口 你跟我哥待这么久 一点规矩都不懂啊 你不知道办事讲究个前言后果呀 你要是感觉这事没法说 你俩就别隔着浪费时间了 狼上口被余彪一下说得哑口无言 在他的印象里 余彪一直都是一脸随和的表情 而狼上口之所以能为朋友出头 也是感觉跟我们的关系呢 非同一般 但是看事 跟感情什么都没关系 毕竟老仙不会因为 俺们关系好就网开一面 这关系到他们的修行 也关系到我这个 出马大仙的英国 有些大仙一辈子注定不得善重 上了岁数之后 不是身体不好 就不得善重了 这都跟他们背负英国 泄露天机 坑蒙拐骗 有关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进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的那些年 二之 紫城复夜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四十六集 于彪说得对 这凡事都讲究个因果 我必须知道前因后果 说是说非 才能认识对症下药 党上口听问紫燕 低着头满脸痛哄说道 哥 我错了 我摆了摆手 认真地对他说着 兄妹 你彪哥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今天就是我亲爹来了 我也得问问前因后果 那不然老仙也不会帮着办事的 哥 我知道了 郎上口这才是脸色稍缓 这一旁的大刘眼神飘忽 心中应该在盘算着什么 我看着他 意识你可以开口了 这大刘思考片刻 便开口说道 那姑娘是我初中同学 她当时追购我 我没同意 说到这 大刘赶紧解释的 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都忘了有这么个人了 而且我俩那钱都太小了 也没发生啥事 至于他为什么找我 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点点头 再次开口问道 那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大刘摇了摇头 有些紧张的说道 不知道 我俩子从初中毕业之后 就没什么交集了 要不是发生这个事 我可能这辈子都想不起这个人来 我也没再多问 让郎上口去附近买点贡箱 贡品 这旁边就是医院 住进纸扎店 啥的多的事 这些东西呢 没一会儿就买了回来 让大刘给我家老仙 上了三柱贡箱 可这贡箱刚一插进去 就断了 见子清紧 我撇了大刘一眼 他知道这事 老仙是不想给他看 也猜测出来 这小子指定是没说实话 看在郎上口面子之上 我又递给大刘三根贡箱 可这三根箱刚一插进去 呜 齐齐熄灭 这大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啊 人家郎上口知道 想说什么 却终究还是没说出口 我把这箱拔出来 放在一边对大刘说着 不好意思啊 哥们 你这事呢 俺家家看不了 你抓紧找别人整吧 大刘一听一脸梦圈 看不了 啥意思啊 啥意思你自己清楚 哥们 我看在郎上口面子上 给你一句忠告 你抓紧找人整 不然你真没几天了 你 大刘腾的一下站起来 一脸愤怒的看着我 一旁的渔镖横眉冷对 伸手就要抓对方拨领了 大刘虽然体格不小 可在渔镖面前呢 也不够看 我冲着鱼镖摆摆手 大刘毕竟是郎上口的朋友 你再怎么也得给郎上口点面子呀 而郎上口呢 见大刘这副模样也不太高兴 大刘 你干什么呢 那是我哥 说完 拉着对方走出房门 这十几分钟之后 郎上口垂头丧气的走了回来 站在我面前说道 哥 实在不好意思 我笑着拍了拍他肩膀 咱们是兄弟 啥好不好意思 这当哥的不是不给你面子 你这哥们啥样呢 我就不做评价了 可他心里肯定是藏着事 至于说他为啥不说实话 咱哥俩心里都有数 老话说得好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所以你也别怪哥 有些事 哥也是无能为力 这郎上口低着头说道 哥 我懂 不用你说 我也知道他是个啥人 郎上口还要再说 却被我打断了 行了 这事咱就此打住 这一旁的余彪哈哈大笑的 搂着郎上口 嘿嘿 别因为不相干的事 和人 扰了咱们哥们感情 来来来来 早喝点 三人弄了几个小菜 开始是把酒烟欢 这一只喝到半夜 郎上口 这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屏幕上显示的备注是大力 由于房间比较安静 我们坐的呢 又比较近 这电话里的声音 被我们听的是一清二楚 郎上口 大刘要不行了 你能不能带你哥过来看看 郎上口先是一惊 这随后便为难说道 这事我哥他 大力没等郎上口 说完一声怒吼 这都他妈什么时候 你还推三组四的 你哥不就是个 出马大神吗 这点事对他来说有啥难的 你问问他 这事多钱他能干 他说个事 我出了 郎上口一听这话 对着电话怒马一声 你他妈放屁 操 这他妈是钱的事吗 是钱的事吗 我告诉你我哥去不了 有啥事我他妈过去行了吧 说完 郎上口挂断电话 失魂落魄的 坐在那发呆 随后他疯了一样的穿上衣服 奔着门外就跑 失魂落魄下落而去 而我和于彪对视一眼 也跟在了他的身后 一见我俩与其同行 郎上口有些差异的问道 哥 我笑了笑 咱们是哥们 你有事我俩也不能看着 事看不了 那其他事 咱不是能帮着忙活忙活吗 郎上口咧嘴一笑 三人打了一辆车 直奔 大留家中赶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进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的那些年 二之紫城复业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四十七集 半个小时之后 三人来到大留家门口 堂上口咚咚咚敲门 一个陌生男人出现在眼前 撇了我们一眼 开口对郎上口说道 郎上口 你小的出现了 你忘了当初大留怎么帮你了 你他妈都学会见死不救了你 郎上口摆了摆手 大力 你要数了我 咱有的事故 你先让我看看大留 大力这才是让开一条路 进来吧 这几人刚一走进房间 我就感觉到 一股子淡淡的阴气 扑面而来 来到卧室之内 只见大留躺在床上昏睡 可他此时呢 身着一身崭新的西装 脚下穿着正亮的皮鞋 你这打扮不像要死 有点像那个 准备参加婚礼的新郎一样 不过 他现在的这个模样 可跟之前看见的不同 此时的大留 印堂之上 发黑 已经没有多少阳气了 这三魂七魄 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这才过了几个小时啊 他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我疑惑的问旁边的大力 哥们 他这啥情况啊 大力看见我冷哼一声 哼 你就是那个见死不救大神吧 你不是挺大呀 我敢忙摆摆手 哥们 我告诉你 你要想救你兄弟 你就别说他妈没用的 我没必要跟你解释 烂七八糟 我是看狼上口辫子才来了 懂吗 大力 沉思片刻 也觉得这 现在不是这个争论对错的时候 对吧 开口 将这个大力出来之后的事 讲述了一遍 这大力从我那出来之后 失魂落魄 给大力打了个电话 把我们这个见死不救的事 告诉对方 又数了一遍狼上口 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啊 大力也听出来 大力语气不对劲 行了行了 去去吧 约大力出去喝点 一来 咱哥俩想想办法 二人呢 也宽慰宽慰对方 约了个老地劲 这大力穿上衣服 直奔目的地而去 可到了地下 半天 左等右等 没见到大力身影 打他电话呢 也是无人接听 这大力四处寻找 也找不着大力 就在大力心机如焚之际 这大力自己把电话打来了 接通电话之后 大力怒吼着 你他妈干啥去了 约着喝酒 你这电话都不接 可他这句刚吼完 就听电话里 大力笑着说道 大力 你多保重 哥们就 后面话还没说完呢 电话自拉 一阵电流声 随后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 大力的语气 十分的诡异 有一些兴奋 有些绝望 还有一点不舍 大力刹那之间 觉得大力他妈要出神啊 这是 赶紧开车四处寻找起来 他找了无数个弟子 却还是没有这个大刘的身影 嗯 就在那绝望之际突然想起那张照片 没错 正是那天 跟老大夫看见了黑白衣箱 这衣箱的主人是个女孩 而那女孩呢 那其实他也认识 而且他还知道这个女孩葬在哪 这大力疯了一样 奔着城外赶去 在一座荒山之前停了下来 把车停好之后 大力奔着山坡就爬 足足爬了半个钟头 直到大力精疲力竭了 月光映照下 远处出现了一座孤坟 这孤坟上趴着一个人影 这人一动不动 显得十分诡异 没错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消失了的大刘 而他就真的好像参加婚礼的新郎一样 这事就这么个事 讲完了 我看一下大力问道 你跟我说个实话 他跟那姑娘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这大力低着头开始支支吾吾的 一旁狼上口上去给他一拳 都他妈什么时候了 还在那遮遮掩掩呢 他要早点说实话 至于现在这样吗 大力呢 也并没有狼上口 这因为他人口气 还是给一遭的而生气 反而是低头沉思起来 足足过了几分钟 大力这才决定 将这个当年年轻时发生的事 讲述出来 这个女孩叫王红 跟大力大刘都是初中同学 当年的大力和大刘呢 都属于是那个比较帅气的小小子 哪个情都初开的时候 小姑娘心里 对吧 哪个没住过一个帅气的小男孩呢 王红呢 属于那种比较早熟的小姑娘 她早早的喜欢上大力了 孩子这种喜欢绝对是单纯的 不含一丝杂志 不过 大力呢 确实那种贪玩的孩子 对于这种事根本都不懂 她只知道跟着这个人高马大的大刘风玩 王红这个孩子呢 虽说是青豆初开 但不能说人家孩子不好 也是一个很单纯的姑娘 就是在心里喜欢大力 得意跟他一块玩 甚至说能远远看一眼这个满头大汉的大力 这姑娘就挺知足 大刘跟大力就不一样 大刘这个逼孩子早早就知道男女之事了 甚至呢 还从一些渠道更加深入的了解过 她把这个王红的心思看在眼里 并且呢 对大力说起了这个事 可人大力根本没往心里去 心里光想着玩了 那么一次一个同学过生日 邀请这个要好的同学一块吃个饭 这其中就包括这仨人 那那个时候呢 总感觉喝两个杯啤酒 抽两口烟就帅得不得了了 吃饭的时候 这王红有意坐在大力旁边 而大力呢躲一边去 一旁大刘见状给王红拉到身旁 就这样 大刘的左边是大力 右边是王红 那么此时此刻 大刘就动了歪心思了 有意无意的 让王红惯着 喝了几杯啤酒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进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的那些年 二之 紫城复夜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四十八集 这从来没喝过酒的王红呢 直接被这一下子喝的是不省人事 酒席散去 大刘主动要求送王红盔家 那么这一宿咱就不说了 第二天一早 醒酒的王红 突然觉得自己哪儿不太一样 具体哪儿不一样了 他也说不清楚 再过了几个月 学校里传来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王红竟然是怀孕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 王红的小肯定就上不了了 拿那起呢 他便辍学在家 城市就这么大 圈子也就这么大 这个事在那个时候 可不是什么光宗药祖的事啊 这父母都跟他抬不起头来 老两口将王红扔给了多病的奶奶 出门打工去了 一年之后 王红父母因为车祸双双离世 这奶奶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没过两个月 也跟着西南大道去了 这回这家里就剩下王红自己了 学没上几年 有了这么一个臭名声 王红的只能干一些脏活累活 这辈子算是彻底完了 当年的事是谁干的 大力心里有数 但是呢 他却将这个事情深深埋在心底 当消失的王红再次出现在 大力二人面前三人再见面时 那早已经物是人非了 这是什么时候呢 去年的一个夜里 大刘大力 一群朋友喝了不少酒 随后张罗着咱KTV玩会吧 就在那间KTV包房里 大力遇见了浓妆艳抹的王红 此时的王红早就没有了曾经的青春了 变为了这灯红酒绿中的一位风尘女子 大刘呢 本就已经遗忘了王红 都因为这个对方的变化 所以他都没认出来 这怀里搂的正是自己曾经的同学 也正是因为自己的胡作非为 而害了对方一辈子 大刘是没认出来 但是心系的大力 一眼就认出来对方了 已经把这个王红刻在到脑子里了 原因误他 因为说大力一直搅着 是自己间接的害了眼前这姑娘 没有自己的纵容 这大刘呢 也就不会得逞 更不会有后面的事情 大刘没拿这事当回事 可大力呢 是一直活在自责之中 可虽然说认出来了 大力也没有表露 他躲在角落里 低着脑袋一言不发 就好似说当年出事是那样 王红也在第一时间认出来两人了 可是在这个尴尬的地界 他也只好是认识也装不认识 但是王红是不是撇向大力的眼神 就出卖了他了 大家都知道 如今那三人已经是活在了不同的世界 王红像是堕落的精灵 只能在午夜蜷缩在这个角落里 而大力俩人有着大好的未来 这王红虽然不能确定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心里早就已经怀疑起大刘了 只是他当年不敢将这个怀疑说出来罢了 如今再次碰见大刘这心里就有主意了 这王红在那是一杯接着一杯的举 大刘呢是一杯接着一杯的喝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那年的那次聚会 只不过这回被灌酒的变成大刘了 这一旁的大力也猜到了什么 站起来就要拽着大刘离开 他知道这大刘酒后是个什么德行 那现在大刘早就喝上厅了 老着王红就是不走 整的大力也很无奈 都得了你不走我接着陪你吧 继续坐在角落里 大刘这事已经彻底喝多了 王红呢有意无意的坐在他大腿上 二人开始耳边四目说着悄悄话 这一边说王红的眼神还时不时的看向大力 还不知道王红跟大刘说了什么 竟然让大刘将当年的事 亲口给说了出来 而且呢还是用这个炫耀的语气来讲述出来的 此时王红脸上依旧在笑 可他的笑容里却多了一丝怨毒 就这一个眼神 大力就知道王红什么都知道了 当天夜里王红笑脸相送 可大力却被王红这个笑容能的几倍发寒呢 他却并没有将这个事告诉给大刘 只是劝对方以后别再去这个场子了 再次遇到王红之后 对方那张怨毒的笑容一直是萦绕在他脑海之中 让他寝食难安 三个月后 他偏偏去了那间KTV 想打听打听对方的情况 可是一番询问之下 得到一个让他目瞪口袋的结果 王红死了 这王红是自杀的 怎么呢 这姑娘惹上了脏病 已经病入膏肓了 感觉活着没什么笨头 王红自己个家里上吊自杀了 这为钱出卖自己的王红做梦 也没想到 他自杀没多久 这父母给他的房子竟然拆迁了 不偿款租足有几十万呢 知道王红已经生死的大力 心中更加自责 甚至开始每天都做同样的噩梦 就梦见王红笑着找自己锁命 大力被这种自责折磨的身心俱疲 整个人差点都疯了 这实在受不了 悄悄打听到了王红葬身的地形 大力独自赶过去 将这些年党埋在心里的话 一股脑子说了出来 最后他对着那座孤分说了句对不起 但这句对不起 说的未免也太迟了点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进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儿的那些年 二 之 紫城复业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四十九集 回到家中 大力感觉好了很多 埋在心里的自责也慢慢消失 毕竟对方的结果并不是自己亲手造成的 而亲手造成王红悲剧的大刘呢 他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大力本以为啊 随着王红的死 那件陈锋往事 也就陈归陈土归土了 可这事情却是远远没有结束 一天夜里 大刘突然就疯了 差点从楼上跳下去 被救下来的大刘就这么疯了半个月 一直到老大夫听说此事 带着大刘出了一趟远门 回来之后 哎 大刘好了 至于老大夫怎么解决的 对方只字未提 大刘虽然是好了 但他对这个王红的事却忘了个干干净净 就连自己疯了的事也毫不知情 只记得自己做了个梦 梦里有一个女人要带着自己离开 大刘这次遇到的那个女人呢 就是当年的王红 大力看见那张黑白衣像时 就知道这事远远没有结束 大刘之后也想起王红的事 可他心里有愧 也不敢将这个事情说出来 这也就导致他在我面前撒了谎 这事说还了 大力也低下了头 这事要说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肯定扯淡 当年王红坐在他俩身边 那是因为喜欢大力 而这大力就看着好朋友 借着人家姑娘对自己的情感 任由大刘胡作非为 大刘最后要送王红回家 他也肯定就猜到了 大刘要头谋不轨 他也许说不会想到 大刘胆这么大 可是但凡那天夜里 他稍微劝一下大刘 兴许就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我看了看大力 又看了看这个昏迷的大刘 整得我是气不大 一处来 他祸害的不只是王红一个人呢 这姑娘的整个家庭都被他毁了 也别用年少无知这四个字 来为大刘开脱 他的年少无知 却要被人家悲惨的一生用来买单 这代价也太大了 说实话 我是真想转身就走 可郎上口却好像是欠这个大刘的恩情 郎上口是咱哥们 我怎么能看着他难做呢 不大力这大力 我将郎上口摔到角落 这不等我说话 郎上口开口说道 哥 这事你别管了 他们干的事太他妈混蛋了 我要不是他们朋友 我也得揍他们一顿 我认真地看着郎上口 兄弟 哥问你一句话 你欠他们多大呢 郎上口沉默片刻 这才是轰着眼圈打倒 哥 小时候我家穷得厉害 上学时连饭都吃不饱 大刘跟大力家我可怜 吃饭的时候总多带我一份 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我是不用一直饿着了 人家哥俩吃不饱了 这郎上口讲述起自己跟大刘等人曾经的故事 小千那二人确实没少帮助郎上口 这吃的喝的只要自己有的都会分享给他 也是有了二人帮助 这才让郎上口贫穷的童年有了一丝快乐 十八岁一年 这郎上口他妈得了一场重病 急需钱救命 全家拼尽了全力 这手术费还是差了几万块钱 几万块钱在有钱人眼中兴许就一顿饭钱 在郎上口全家眼中的是救命稻草 是全家人贵亲朋贵好友帮忙 只能换来的白眼相待 这无计可施的郎上口蹲在医院楼下 一边扇着自己的嘴巴 一边嚎啕大哭 那么这时 又是大刘跟大力默默出现在了他的背后 掏出了这救命的几万块钱 其实二人也不是大富大贵的家境 而他们那时也没有能力挣钱 这是以死相逼 将家中全部的积蓄要了出来 郎上口的妈妈得救了 可这份恩请郎上口铭记在心 都说锦上添花意雪中送贪难 这份救命之恩郎上口该怎么报答呢 又过了几年 大家都长大了成年了 郎上口一家 你将这个欠的饥饭还了 钱虽还了 这份恩情可没有就此完结 又过两年 从小就调皮捣蛋 不按事事的大刘 去外地闯荡 大力和郎上口呢 也在忙活自己的事业 仨人各自忙活自个儿 那摊见面的机会就少了许多 这郎上口一直苦口婆心的劝慰大刘 你干点正事 别老葛外面惹事生非 已经被外面花花世界 瞇了眼的大刘 怎么可能因为郎上口的几句劝慰就迷途知返呢 这越到后来呀 大刘跟郎上口是越走越远 这并不是说因为二人的段位和身份不同了 只是大刘有些讨厌郎上口这个磨磨唧唧的劝慰 这不前年春节前夕吗 郎上口接到外地朋友电话 对方说大刘给南方出事了 这郎上口揣着所有的积蓄 直奔大刘所在城市而去 去了之后这才听说 啊 大刘因为在当地跟别人混社会 给人打了个半死 人对面放话了 开口要五十 没有五十万让大刘捞底坐穿 这郎上口这些年 亲亲爷爷干点小买卖 也就攒个二十 可那二十万缺口怎么办呢 实在没办法的郎上口 直接回到本地 把自己买卖兑出去了 这钱还是不够 他又求爷爷告奶奶 借了十几万 揣着五十万块钱 他又回到南方 这默默地将五十万学汉钱 给了对方 对方这才答应和解 这郎上口嘱咐 千万别告诉他说我来过 还不想让这个大刘那心怀愧疚 因为他矫正是他应该做的 也是他心甘情愿做的 默默地回到老家 郎上口一时之间 也没有什么来迁的门路了 只好是一边送外卖 一边再做打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进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儿的那些年 二 之 紫城副业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五十集 这事儿讲完了 郎上口低着头问道 哥 大刘他再糊涂 再不是人 他却还是我哥们 我不能看着不管 因为我欠他的 我这辈子都还不起 这一旁的鱼彪拍了拍 郎上口肩膀 兄男 你做的对 我挺你 我静止来到了大刘床前 只见他呼吸一时段时续 脸色苍白 而他这三魂七魄 早就没有踪影了 唉 老仙儿不肯出手 我也只能想想其他办法 先是试着帮大刘叫魂 看看能不能把魂给叫回来 买了纸签供品纸儿 在这个纸儿身上 写上了大刘的生辰八字 这俞彪拿着准备的东西 和廊上口二人 直奔附近的十字路口 俞彪点燃了烧纸和纸儿 我呢 则在家中守在大刘身边 我的手里 同时也拿着一个栩栩如生的纸儿 这个纸儿上 写着大刘的名字 我拿着朱纱 点在纸儿的蹊跷之上 口中大大摸念一段咒语 伸手将纸儿扔出去了 就看这个纸儿迎风暴涨 片刻功夫呢 幻化出一个 与大刘一模一样的序影出来 纸儿看了床上大刘一眼 随后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在窗边呼喊着他的名字 烧完纸的三个人 也朝家里走来 这郎上口手里 拿着大刘的三根头发 嘴里也喊着朋友的名字 但再说这个消失的纸儿 出了房间之后 私下感应了一下 奔着城外赶了过去 当这个小纸儿 来到一处荒地的时候 就迷茫的站在原地了 足足过了有几分钟 眼睛散发出了一阵光芒 正要奔着一个方向赶过去 可就在这时远处掠过了一个黄色的身影 跟这个大刘的长相是一模一样的 纸儿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与此同时 在家的我也感知不到纸的存在了 它竟然是突然消失了 叫回失败啊 这条路看来是走不通了 余彪等人回到家中就询问起了情况 看我的表情已经是猜出了结果 一时狼上口二人闭嘴 思量半天 我也又想出一个办法来 开口对大力说道 你能找到王红的坟吗 对方点点头 呃 那 走 那你带我们去一趟 大力并没有一丝犹豫 眼头带着我们出门 狼上口 也想跟着 却被我呢留在家中照顾大刘 此时的天已经亮了 等我们来到目的地 太阳都日上三干了 眼前是一个荒坟 这一看就许久没人祭拜 要不是大溜带路 任谁也发现不了 啊 这一泡低矮的黄土下面 竟然是埋着一个花一样的姑娘 来到坟前 点了三柱贡香 将香柱贡品摆在了坟前 一旁的大力再也忍不住了 跪在地上开始低声哭泣啊 他一边数落着自己跟大刘的不是 一边请求对方的原谅 求对方能放过大刘 大力歇怀愧疚 可这个时候愧疚和自责又有什么用处呢 他这么做 无非是让自己心里舒服一点罢了 躺在坟里的人 又如何能起死回生的了呢 不理会大力的叙叙叨叨 我在方圆几十米内溜达了一圈 却根本没有发现这个王红和大刘的魂魄 心想这难道是我猜错了 啊 大刘这回出事 根本和王红就没关系 那 那王红的魂魄又去哪了呢 我能肯定他现在并没有转世头台 而我放出去的那个纸 又为何无缘无故消失了呢 这些个问题让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现在请老仙查查事 那相信这些事情 这些疑惑都能迎刃而解 那我却不能这么干 一直带到烟阳高照 却依旧没有任何的线索 我也只能带着二人下山 此时是一天阳气最重的时候 也相信 这些王红都躲起来了 对吧 所以说只能天黑之后再出来寻找 几人下山休息了一天 再等到月上三杆 我跟于彪收拾东西打算出门 大理还要跟着 却被我留在家里了 低劲已经知道了 再带他也不方便 来到熟悉的分包前 我哥俩在附近转悠一圈 随后 布置了一个简单的阵法 阵法的用途 就是召唤王红的王魂用的 布置完毕 我就开始召唤起来 但人凭我怎么照怎么换 却无法将他的魂魄弄过来 我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可对方的身上呢 却好像隔着一层能量 让我无法将其召唤回来 这正常情况下 人死后的魂魄 不会离开葬身之地太远 但我已经将方圆几公里 都找了一遍了 是根本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王红和大流的魂魄 仿佛在跟我捉迷藏一样 他们在刻意夺着我 这一时之间 我却没有任何办法 留给我时间不多了 过了今晚 你是大罗金仙来了 大流也没救了 那只能西南大道 等着重新做人了 我在原地 望着漆黑的夜色 没有一点办法 没有老仙帮忙 我这武功 费了十之八九了 可就在我无计可施之际 眼前出现了一条巨蟒的虚眼 呦 蟒三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进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的那些年 二之 紫城复夜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五十一集 这蟒三一脸无奈看着我 一手啊 看向他身后 此时 他那巨大的身体上 竟然趴着上百个猿鹰啊 这些猿鹰 正是当日 萧叔非从山里带回来的 几日不见 他们少了一些怨气 却是多了几分真灵 而他们正拿 莽三的身体呢 还给他当个玩具呢 在其身上 打闹嘻嘻 玩的是不亦乐乎 从莽三脸上的表情就知道 他已经被这群 猿鹰 折磨得不成样子了 虽说心中不满 但是这莽三也不敢反抗 因为这帮孩子头目呢 是老艳伙 萧叔非呀 一个 鸭子比报 小心肠 小皮夹篮子的 千年老艳伙 这莽三是一个 十分聪明的人 对萧叔非看一眼 都有一种 不寒而栗的感觉 哪他还有什么胆量 去得罪对方呢 此时 萧叔非正站在 莽三的舌头之上 一脸宠溺的 看着舌身上的 上百个院鹰说着 需要帮忙了 你跟祖宗我之声 只要我这群小宝贝出手 你还能有啥 办不了的事呢 这个萧叔非 和莽三在仙家里呢 是比较特殊的存在 嗯 莽三呢 刚刚加入 又有无数的因果在身 也没有什么可顾忌呢 萧叔非呢 就更是毫无顾忌了 哎 他在这个堂口上 暂时寻个落脚点 方便他办自己的事 这些冤婴 估计呢 也是他用来给自己 跑腿用的 虽然萧叔非毫无顾忌 可我确实有顾虑了 这对方心狠手辣 做事不计后果 可这些英国 却需要我来背负 想要圆满的解决这事 最好还是不用这个定时炸弹 可我现在也没有什么 其他的办法 这思量片刻 也只好启用这个老烟火了 想到此处 我陪着笑脸说道 那就 麻烦祖宗了 谢谢祖宗了 这个祖宗叫的挺别扭的 但人家岁数隔难的叫两声 咱说也不吃鬼 听我说完 这萧叔非是哈哈大笑 朝着脚下的月鹰吩咐着 哎呀嘛 干活了 这萧叔非此时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军 而他手下的上百月鹰一哄而散 眨眼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萧叔非是脚尖庆典 直接落在了我的眼前 眼前的巨蚌呢 消失不见 却多了一个雨上关键的翩翩公子了 萧叔非冲我撇撇嘴 你们这群人哪 太虚伪 干什么事 瞻前顾后 今天你看看你祖宗怎么办事的 我急忙摆手 祖宗你可饶了我吧 我这还得给子孙后代积淫德呢 一句子孙后代 我这无意中说出来 却扎到了萧叔非的痛楚了 他那九族当年都被猪干净 哪他妈还有什么后代呀 老太太冷喝一声不再勒我 咱说也就是我 对吧 你换二一个 老一会早发表了 一旁的蟒三吓得直缩脖子 生怕说 养鸡驰鱼啊 那心里安骂的 没用的玩意儿 你别叫蟒三 你叫龟三得了 大概过了半两钟头 远处的一个冤魂呢 急匆匆跑了过来 落到了萧叔非的肩头 这冤魂在萧叔非耳边 叽叽喳喳说了什么 后者撇了我眼 人找着了 祖宗我累了 嗯 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 这萧叔非消失的无勇无踪 而那个刚才报信的 渊鹰呢 却是留了下来 渊鹰投钱带路 众人跟在他身后前行着 身后的蟒三小声对我说道 你能不能别让你这个老祖宗欺负我了 再对我这么无礼 我可不跟你这待着了 哼 你耻 那你请便呗 我冷笑一声 此时带路的渊鹰却定下了脚步 回头朝着蟒三撒压裂嘴一顿 那看样子跟那警告蟒三呢 蟒三顿时 年头大了脑子跟在身后 再也不敢多说了 隔山林之内走了将近一个小时 带路的渊鹰突然停了下来 他这目光直直的盯着远处 表情凶狠 却又带着些许的距影 轻轻的安抚一下他的情绪 原因随后 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我这脉步朝着他所指方向走了过去 鱼彪和蟒三紧紧跟在身后 这没等走进哪儿边旁 突然传来了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 顺声望去远处黑暗中 出现了一对迎亲队友 这为首一人骑着高头大马 身上披红瓜绿 脸上带着微笑 但是这个笑容看着十分的僵硬啊 这人我认识 除了昏迷不醒的大刘 这还能是谁 大刘身后 敲锣打鼓的乐视 这乐视纹丝不动 但是他那个敲锣打鼓的声音 还是能传得出来 乐视纹后十几个壮汉 各自挑东西 再往后八台大叫 脸上笑容啊 更夸张 给那个嘴巴都咧到耳边了 这娶亲的队伍跟我们是擦肩而过 他们就好像没看见我们一样 一路前行眨眼之间 哎 消失在了视线之中 我们三人对视眼 奔着消失的迎亲队伍 就追了上去 兜兜转转 追了十几分钟 远处出现了层层迷雾 这鼓跃之声从气内飘来 人应该就在里边了 脉步走进迷雾 眼前竟然看不见任何东西 在里边走了一分钟 迷雾便慢慢消失不见 眼前竟然出现了一个 灯火通明的院子 这院子里挂满了大红灯笼 里边传来一阵喧闹的声音 看样子 那么举办婚礼的地点 就在这座宅院之内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尽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的那些年 二之 紫城复夜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752集 院内传来古月之声 我小声的对着身后的御彪说道 准备点礼物啊 咱进去随个礼去吧 这鱼彪从背包里拿出一把香烛 将其踢在手里 这三人奔着院子走了过去 刚一走进大门 眼前出现一个尖嘴后腮男人 这男人脸上涂着腮红弯腰笑着问道 几位是 我笑了笑 我们是新郎官的亲戚 过来参加婚礼的 原来是老爷家的亲戚 是你了 请进请进 这男人一脸夸张的笑容 伸手将我们请进了院子里 眼前是张灯结彩一片喜庆之气 院子里摆满了座屋须席的酒桌 叉叉之间 这无数道目光向我们看来 刚才还热闹的院子 叉叉间鸦雀无声 我哈哈大笑的朝着大家公共手 随后坐在了角落的桌前 跟我们坐一桌的呢 还有几个男男女女 她们脸色苍白 疑惑的看着我们三人 我扶在桌前小声自我介绍 我们是婆家亲戚 你们那边的 这一老太太又阴冷阴冷声音回道 我们是娘家亲戚 介绍完 这老太太再次说着 小伙子 之前怎么都没见过你啊 桌上摆的瓜果厘桃 我是一样没动 从兜里呢 掏出来一把瓜子 边嗑边说 远方穷亲戚 摆不上台面 没见过正常 这老太太冷笑一声 小伙子年纪轻轻 能找到这儿 真是有本事啊 我也笑了笑 那去 看您说 咱家这也不是南天门 广寒宫的 这有啥不好找的呀 这老太太看了我一眼 将头转向了余彪那边 此时余彪呢 正逗逗着老太太身边一个小小子呢 把这小小子逗得喝 呲牙咧嘴 老太太一把将孩子搂在怀中 随后一言不发 三人坐在这儿 也不再有人搭理我们了 院子里是鸦雀无声 都在等着新郎新娘拜天地 此时 这芒三将嘴贴在我耳边说道 我说高兴啊 一会儿要动起手来 咱三个人怕是占不到什么便宜吧 我撇了撇嘴不满说道 我说你这人摸狗牙的 你怎么胆那么小啊 你这舍打 让人挖出来抛酒了咋的 哎你小子说话你就说话 你别埋他人行吗 我白白手意识的 你快安静 be quiet 此时 院子中央的台上 多了一个老太太 这老太太 慈眉善目一脸的笑容 四处扫了一眼 随后满一点头 一个四十来岁管家木院的男人 这时低声喊道 即时已到 有请新郎新娘 话音未落 五月盯了大郎再次响了起来 院子之内呢 再次喧嚣 远处 一队新人走了过来 这新郎身穿一身 酱红色的黑边金袖紧袍 香边腰际 金丝滚边玉带 此人正是大流 这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可这一抹笑容里 却藏着些许的惊恐 新娘一身的凤冠侠痞 说不出的 乱详优雅 道不出的万种风情 可这一身红妆 却难掩 她身上那个冲天的怨气呀 二人来到台的旁边 先是对着这个台上老太太 跟着 哎 深食一礼 随后又对往来宾客失礼 当这个目光看到我们的时候 新娘盖头里传来了一道阴冷的目光 五月圣中 一对新人在月光下拜了天地一料 又拜了这个台上的老太太 夫妻拜完旁边的老管家 这时高呼一声 李长 将一对新人送入洞房 两个小丫鬟出现在了二人身边 搀扶着两人就要走 我这时扔掉了手里的瓜嘴 直接站起来 哎 等等等等 慢着慢着慢着 着什么急 太渴了 我还有话要说呢 身边的御镖跟蟒三 躺了一下 也站了起来 二人呢 紧紧的护在了我的身边 这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下了我 眼神里尽是难掩的愤怒 台上老太太撇了我一眼 冷冷喝倒 小伯儿 这还轮不到你说话 赶紧滚 不然你今天得死在这 我也没累他 老鼻太太 老改的 吵吵大家伙儿 攻攻守 不好意思 扰了大家雅兴了 但是呢 我们仨人是 西郎官的亲戚 这门婚事啊 我们倒是没有意见 可咱们老刘家呢 没有给人倒插门的这个习惯 所以说新娘子 我们得接回去 我这么说 你们不能反对吧 老太太直接站起来 被我一番话气得浑身之颤友 气急返笑了都 小辈儿啊 就凭你一个出了马的弟子 敢在我们面前打放阅词 今天不管你背后有谁撑腰 我都要给你一点教训 来人 给我收拾他们 老太太花银刚落院子里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哪有喜气洋洋院子呀 眼前是一片乱放岗 无数的枯骨 耳边是鬼哭狼嚎 前来贺喜的宾棚也不见了 变成了无数的怨恨恶鬼 还有一些呢 竟然是修行了近百年的野仙 眼前的美味餐食 变成了蛇鼠毒虫 看着让人挺恶心 已经给我们包围中间了 恶狠狠的目光一双双正盯着我们 身边蟒塞小声嘀咕一句 完了小高兴 得了 这回咱们有麻烦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进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的那些年 二 之 紫城复夜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753集 黄芙召唤出了一道闪电 奔着坟包上的骨头架子 就劈了过去 这骨头架子身形暴退啊 可他再快也快不过闪电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烂成骨头架子的老太太 伸手一抓 一个修行百年的小黄芡 直接挡在了他的面前 哼的一声 巨响过后 小黄芡的肉身 直接化成了粉末 灵魂呢 勉强躲过一劫 看着这个小黄芡的下场 我可心中暗自叹了口气 哼 又给自己这是添了一笔英国债啊 小黄芡 帮助老东西挡住了大部分力量 可鲜鱼呢 还是将他有些吃不消 此时他更惨了 这半拉身体的骨头都已经消失不见 可即便如此 老东西的实力仍然是不能小看 这老东西 身形一闪 直接消失在原地了 这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我的面前 我都能看见他那个黑眼框子 里面那个蛆虫了 我是早已经有了准备啊 手中的八卦镜奔着他的面门就拍了过去 可惜我却并不是他的对手 这对方轻轻一闪躲过了我的攻击 而他紧剩的一只手 却掐住了我的脖子 一旁的鱼镖二人虽然着急 却已经是自顾不暇了 我的呼吸变得困难起来 嘴里发出了呃呃的声音 但我却并没有放弃 手中八卦镜 再一次朝他脑门拍了过去 这老东西轻而易举的躲过 不过我另一只手也没闲着 一枚引雷符 再一次被我用了出来 看着天上即将落下的闪电 对方目光一宁 直接弃我于不顾 远远躲开了 当然了 我这也是跟他赌命啊 他要抓着我不放 这雷肯定是给我俩都劈了 刚才他已经见识过这玩意的威力 他当然是不敢赌 再说呢 我的命在他眼中分文不值 所以呢 他并不敢跟我赌 而我这招也就吓唬吓唬他 远见对方已经放开了我 我这即将吐出最后一个咒语的嘴巴 也赶紧闭上了 骨头架子 阴阴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便要再次攻击我 可就在这时 我看着他是哈哈大笑起来 对方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慢慢地转头 向身后看了过来 他的身后不知何时 竟然站着一个人 一个比他的模样 更加凄惨恐怖的老太太 这老太太眼睛被人捅瞎了 鼻子耳朵也让人割掉了 嘴巴呢 让人用针锋的死死的 四肢已经被人打断扭曲着 不成样子了 最主要的是 身上的皮肉早就腐烂了 其上更是有无数乳白色的蛆虫 在蠕动着 出现在他身后的 正是千年烟火消除肥 此时的模样 正是自己被做成人质之后的样子 这老烟火 从没在外人面前露出过本来面目 因为这是他永远的耻辱 也是他心里一辈子的伤 不过 这也是他最强的状态 萧淑菲今天不光要跟这个老骷髅比比惨 他更要跟其好好的斗上一场 此时 这两个老烟火战斗在一块了 俩人打的那就一个难解难分呢 修行的时间都差不多 短时间的也算是势均力敌 不过明眼人还是能看出来 萧淑菲更胜一筹 这老骷髅虽然看着挺惨 但他压根比不上萧淑菲啊 后者可是历史上少数被人做成人质的存在 而且他以那种凄惨无比的状态下 还被人囚禁了千年呢 千年时光 这老烟火体内积攒了多少怨气 可能是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此时 二人身形拉开到了十米远 时见 这萧淑菲是浑身一抖 身上那个密密麻麻的驱虫啊 直接离体而出 奔着老骷髅就飞出去 驱虫瞬间将骷髅包裹得严严实实 耳边响起了令人头发哗麻的那个咔吱咔吱声音 这驱虫已经在啃咬对方的骨头架子了 千年时间 萧淑菲竟然将身上的驱虫炼化成了武器 这驱虫不光撕咬着对方的骨头 更是在撕咬着对方的灵魂 骷髅一声惊呼 随后便想着将身上的驱虫驱散 不过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毕竟有一个成语它叫复古之躯呀 此时萧淑菲也没闲着 身形一闪来到了对方面前 一会儿骨头架子就开始求饶了 萧淑菲呢根本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 就在她打算痛下杀手时 我却向她拦住 这老太太应该没做什么恶事 我那也不想做这个恶人 萧淑菲撇撇嘴便回到了原来的面目 消失不见了 余彪和莽三这时也已经解决完了自己的对手 这二人就站在我的身边 此时的王红站在原地冷冷看着眼前一切 他的怀里正抱着一个魂魄 这魂魄正是我要搭救的那个大刘 这此时只要他愿意 只需要轻轻一动手 大刘的魂魄就会飞灰烟灭 而我所有的努力都将复至东流了 我看着一连怨恨的王红说道 放了他吧 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进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的那些年 二之紫城复夜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五十四季 王红听闻我言哈哈大笑 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我还有什么机会 我这辈子全被他毁了 你们这帮是非不分的混蛋 非但不帮我主持公道 还帮这个畜生欺负我 听人这么说我也很无语啊 只能是叹口气 我知道你们的事 我也知道你经历了什么 可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要让你给自己一次机会 你这辈子已经够惨了 你要再弄死他 你可能连下辈子 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了 为了这么个畜生 堵上你的轮回路 姑娘 你值吗 相信我 我能帮你超度 争取让你有个好点的来世 来世 不弄死他 我要来世 有什么用啊 看着眼前 这个激动万分的王红 我再次说道 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在你们 拜完天地再动手吗 这王红并没说话 一脸疑惑的看着我 而沃泽 慢慢走到他面前 贴在了他耳边 小声说道 现在你们已经拜完天地了 你呢 已经算是他媳妇了 报复一个人 不一定要让他 没痛苦的死去 你让他可痛不欲生中 了却残生 那不是更好吗 再说 他以后就算再娶媳妇 只能算纳妾了 百年之后埋进坟包里 姑娘 你可是大方啊 这王红听完我的话 整个人愣在原地 一双鬼眼当中 写满了挣扎和犹豫的神色 此时 他紧紧抱住大刘的手 已经慢慢松开了 我呢 也默默将大刘 拽出了对方的怀抱 当王红从愣神的状态 清醒过来时 却发现 这怀里的人质 消失不见了 他的双眼瞬间黯淡下来 明知昨日似乎还想说什么 却终究是没能说出口来 天亮之前 我和于彪将大刘的魂魄 送回到他的体内 这一旁的狼上口 眼含泪水的想说什么 我打断了他的话 拍他的拍 他的肩膀说道 咱们是兄弟 你救他一命 以后你就不欠他什么了 狼上口重重点点头 他笑了 我跟于彪也笑了 这大刘做了一个噩梦 梦里啊 他已经和身死的王红结婚了 第二天一早 他从噩梦中惊醒 这几天 虽然是说一只浑浑噩噩 可是发生的事呢 他却还记得 醒来之后 这火急火燎的 将我叫到床前 有些虚弱说道 哥 谢谢你救了我 我摆了摆手 冷笑一声 咱俩不熟 我能帮你呢 是看在我兄弟狼上口的面子 你要没啥事 我就走了 大刘赶紧叫着我 哥 还有个事 得请你帮我 还有啥事啊 我疑惑的问他 哥 那王红警告我 说我俩已经拜堂成亲了 他是我媳妇了 如果我不认这门亲事 不出仨月 我就得报彼而亡 我站在原地 装模作样 恰算一番 这三点点头 嗯 他说的没错 你俩事已经成了 你就是有一天 杨寿进了 到了地府 他也是你明媚正娶的老婆 哼 这事谁也帮不了你 大刘听我说完 哭丧着脸说着 哥 这门亲事 我认了 哎 经过这事 我也算想明白了 这是我欠他的 我只想求你 帮我给他立个牌位 那对了 还有孩子 他说我俩当年 那孩子也没转世投胎呢 现在也孤零零的 飘荡在人世间 我这个当爹的 再不称职 那怎么也得 让他有个地方 落脚吧 哼 我瞅了他一眼 经过这一劫呀 他也算是良心发现了 以后的事 也算是老天爷 给他的惩罚了 人家一家人的命都没了 他经历这么点事 也算是猫猫鱼了 一直到中午时分 我这才帮助大刘 弄完了一切 他的卧室角落里 摆了两个牌位 一个呢 写着王七王红之牌位 一个写着爱子刘某某之牌位 这母子二人自此之后 便入了刘家的家谱 也算刘家人了 就算到了地府 他们刘家列祖列宗也得人 这忙活完了一切 我跟于彪离开了大刘家 卢瑶娘俩在医院住了几天之后 几人开车 直奔家中赶回去 郎上口呢 在大刘家里待了几天 也跟着我们一块走了 这大刘的事 也算是告一段落了 听说呀 他打这起 再也没有娶妻生子 只是守着这两个牌位 孤零零的活到了五十多岁 送走了自己父母后的第二年 这大刘也跟着魂归久悠了 大刘的故事结束了 我的故事呢 依旧在继续上 回到家中 本以为能好好休息几天 可是这事还是来了 这天上午 我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导演老吴打来的 哎呀 这许久不联系 哎呀 我都已经快将万歇关系 给忘记掉了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进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儿的那些年 二之 紫城复业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五十五集 老吴的电话突然打来 大哥里边笑着问道 大吉吉啊 最近忙心魔了 大爷 您说大只能忙啥 我还没昏时等死 大吉子 你这也太谦虚了呀 一番寒暄之后 我直接聊当问着 爷们儿 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有事儿您跟我说啊 咱爷俩人还用藏着掩着吗 老吴的电话里沉默片刻 这才开口说道 大吉子 这吴大爷 急到这个时候 不应该找你啊 可是 我这边遇到细情了 细带细解决不了 这才想着 找你来帮一帮忙啊 那您知说 去哪找你 我赶忙回头 我 再捧来 行了 知道了 我明天就到 说完挂断电话 那至于老吴 遇到什么事儿 我都不用葛电话里询问 葛家待了一宿 再次带着 预标离开家 买两张机票 直奔目的地而去 这兜兜转转 一直到傍晚 这才与老吴会面 老爷子亲自过来接我 一年没见 老吴更加苍老几分 也不知道啊 一个干导演呢 对吧 对我花不完的钱了 还这么拼命干什么 寒暄之后 众人上了老吴的商务车内 这车子直奔室内赶去 而我和老吴呢 在车内聊了起来 大爷 您怎么来这儿了 哎呀 来节里拍戏啊 节不又拍出戏 停来了吗 爷们 您得要快七十了吧 你赶紧退休得了没 你得给年轻人 整点机会啊 哎呀 节个戏啊 还真不惜我拍的 我一个徒弟的偏挤啊 我几不过是 挂子导演的名头罢了 这老吴随后将所欲之事 讲述一下 哎 这个事啊 你要一听 就听出来 真是因为拍戏 引出来的麻烦 这老吴最近呢 也萌生了 想要退居二线 哎 萌生退役了 圈子里一位 年轻的导演找到老吴 缠着老吴 要拜对方为师 老吴呢 也正好想培养培养新人 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呢 传承下去 也就答应了 对方的请求 这年轻导演叫小贾 算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他拍的片子呢 我还看过呢 最近这小贾 接到一个神话的本 感觉不错 开始筹备起来 投资方啊 演员等到一切敲定之后 带着本子找到老吴 是否您得出山帮帮我 这老吴也想一养天年 于是推头道 图文啊 媳妇就不出去接腾了 有什么戏呢 你就说 媳妇一定帮你扫拼一切的困难的 小贾人一听 您依旧是不依不饶 师父 您去露个面 画一个这个荣誉副导演 其他的您看啥也不用您 嗯 这么成吧 老吴也明白自己徒弟怎么想的 无非想借自己的名气 给这新片呢 推个广 思量片刻 老吴也答应了 为徒弟铺路 这是当师父应该干的 他也乐得让对方这么干 名声这东西是越用越值钱 你总放着不用 不出一年 你就被时代淘汰了 老吴看了一眼片子 故事简单也比较老套 可是老吴呢 一眼就喜欢上了 这事情啊 是这样的 故事这么写的 说民间有八个修行千年的恶鬼 打着叫八仙的旗号为非作来 整的是民不聊生 怨气冲天 这蓬莱仙岛的八仙听闻大怒 随后就跟那个号称 鬼八仙的恶鬼大战了一番 鬼八仙你休为在了地 你也不是那个 真八仙的对手啊 争议 最后战胜邪恶 这故事呢 也就结束了 虽然说又老套又简单 老吴却看见了自己当年的影子 这剧本里有老一代导演 拍戏时的那个味道 一下让老吴呢 找到了年轻时候自己的风范 随后这老吴就决定 他不光要当这个副导演 他要亲自上针 帮助徒弟把这部戏拍好 这仕途二人随后直接飞到了蓬莱市 也就是传说中八仙真正居住的蓬莱仙岛 准备了一个月之后呢 准备开机吧 开机之前老吴带着徒弟和剧组所有人员 前往附近的八仙庙 大张旗鼓的祭拜了八仙一番 一来你打着人家旗号拍戏又演 人家你得告人一声 省人家怪罪 二来呢你也到人家地盘了 求八仙保佑自己一切顺利 建庙烧香 欲神拜神 理多人不怪 这总是没有错的 老吴带着几十号人 前往附近的八仙寺 祭拜 相诸供品应有尽有 众人呢祈求神仙保佑一切顺利 又以剧组的名义捐了一大笔项火钱 拜完八仙的第二天 这剧组就开始运转起来了 这开始的时候 一切都十分顺利 讲什么鬼八仙的前世今生呢 什么几个千年恶鬼聚在一块 打着八仙的名义霍乱人间 一直到这最后几场高潮戏 也就是真八仙大战鬼八仙的戏码了 当时的背景呢 是鬼八仙躲在洞府之内 正在吸收抓来的999个童男童女 只要吸收这些童子的魂魄 鬼八仙就有了跟八仙抗衡资本 就在紧要关头 这八仙华演员出现 把这鬼八仙 蹦蹦蹦一顿扣沫一网打尽 就这么个剧情 这当天的拍摄地点 是在荒郊野外的一个山洞之内 拍摄时间呢 是在午夜时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尽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儿的那些年 二之 紫城复夜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五十六集 此时 洞服已经布置完毕 这里边烟雾缭绕 散发出悠悠绿光 气氛烘托得十分到位 鬼八仙 刷登场 什么鬼板的吕洞斌 和弦姑 蓝彩 和等等等等 系数来了 各自抓着两个童子准备 就要开饭 演员扮演的真八仙 这事也赶了过来 就十六个演员 你要一二八个吗 在这个烟雾之中 冰冷邦冷打斗起来 这一旁的老屋对着徒弟说道 今天杰克氛围愣得太好了 你看杰克烟雾缭绕啊 龙总得跟真的一样啊 说到这 这老屋皱了皱眉 虽然说氛围烘托得真不错 可此时这个大屋啊 太过于浓郁了 摄像机呢 已经拍不到任何东西了 耳边 只能隐约听见打斗的声音 嗯 这这这戏客怎么拍呢 老屋一旁的小甲 就老屋那土地急忙喊了一声 咔 厂屋 厂屋你们干什么吃的 整这么大屋怎么拍呀 这小甲 对着对讲机 往往一顿臭骂 可是呢 压根就没人勒他 此时 除了身边几个人 其他人好像是消失了一样 四周大屋迷门 仿佛将一切都隔绝开来 耳边只有那个若隐若乌的打斗声音 而这打斗的声音也十分奇怪啊 声音就好像正在那个 哎呦 大屋之内有神仙斗法一样 各种的光芒四射 堪称好莱坞特效了 眼瞅这个局面有些控制不住 这小甲暴怒之下 扔了手里对讲机 就冲进迷雾里看看 见多识广的老吴一把给他拦住 此时老吴心里咯噔一下 这已经察觉出一丝不对劲了 不不不 这是又一件邪乎事儿了 还不等他多说什么 小甲回头说道 师父我去看看 这帮孙子敬起他妈要约的 话还没说完呢 这小甲挣脱老吴 静止消失在了迷雾之中 老吴站在原地 看着眼前景象发呆 足足过了五分钟 迷雾这才是慢慢散尽 眼前整个剧组的人 都站在原地发愣了 不知道这十几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 赶忙朝着这个拍摄场中看去 扮演帮管是真八仙也好 假八仙也罢 十六个演员 七七倒在地上生死不知 这老吴赶紧安排人查看情况 一番查看之后 这才惊讶的发现 扮演鬼八仙的吕洞宾 何仙姑蓝彩何 哎没了 这跟他们一起不见的 竟然还有这部戏呢 导演 小姐 这老吴赶紧 拿起杯来喝口水 心想这不对啊 朝着山洞门口走去 洞外还有十几个人守在那 可是当老吴一番询问过后 十几个人一口通声说 根本就没出来过人 我们也不知道里边发生什么了 这山洞面积可不大 而且就只有这么一个出口 你说这人怎么在眼皮子底下消失的呢 这些演员又怎么离奇的昏迷呢 此时的场面是混乱不堪 老吴赶紧安抚人心 随后安排人 将这个昏迷人员送去医院 又组织人手在方圆集里 寻找失踪那几位 几十个人找了一宿啊 可是连一点的蛛丝马迹都没发现 老吴随后动用各种的关系寻找 一连几天没有任何的发现 也询问过晕倒的那个十二个演员 这些演员也不知道这发生什么了呀 直记着打斗刚开始 一下刷什么也看不见了 眼前一黑啥都不知道了 一边封锁消息 一边是愁眉苦脸的寻找对策 这才想到给我打个电话求助 故事说到这 这车也停在了酒店门口 不得不说呀 这彭来的环境真是没得讲 虽然跟传说中的彭来先导没法比 那也算是人节地灵了 进了房间简单休息了一会儿 老吴安排了一桌酒席 这吃饱喝足了 我询问一些细节 可老吴和他的助理呢 都是一问三不知 回到房间睡一觉 醒来之时已然傍晚 我这又要来孝氏几人 生辰八字 随后开始 请仙家入地府查事 这次呢 跟我入关的也不多 主动请应的孝淑妃 带着手下上板愿应 孝淑妃的不会错过任何一个 寻找仇人的机会 这刚到这 这萧淑妃就迫不及待将院营派出去了 还有 盲三 这盲三已经称了萧淑妃的坐骑家跟班了 再有就是护身暴马 半个小时之后 萧淑妃赶了回来 查询结果呢 还可以 萧氏的小假和演员都没有性命之用 这也让这个一直提心吊胆的老吴稍稍安心了 人具体在哪儿并没查出来 但是留给我的时间可不多了 你三天之内再找不着人 这四个人可就完事了 交代完毕 萧淑妃突然在我耳边小声说道 小子 你让我查的这几个戏子 人品可真不怎么地啊 哟 怎么着 这几位都是一些男道女昌之辈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进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儿的那些年 二 知紫辰复业 作者 二刀小李格 演播 老彩 第757集 听着老祖宗这么一说 我心中是安自一笑 难道女昌这个词 来形容那些外表光线 背地里一肚子坏水的人 实在太铁切了 消失的这些人 他可不是丢回了 那是整个人都没了 这就多少有点 离奇诡异了 说到难道女昌 我记得小贾这个人在圈子里的口碑还算不错呀 是个年少有为的翩翩美少年 这怎么他也是个标理不一的狗东西呢 这些人的消失 难道说和他们的人品有关吗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这回难不成真是鬼敲门不成了吗 想来想去也没个结果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事发的时候 老吴他们可是正在用摄像机拍摄呀 虽然说有迷雾这档看不清东西 可当时这个混乱的场景应该都拍下来了 想到这儿 我将这个心中想法告诉老吴 吴大爷 当天录像还有吗 老吴点点头 有啊 我都留着的 不过我都看了死几遍了 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我现在叫咱给我给你送过来呀 十几分钟之后 老吴的助理将东西拿过来 接上笔记本电脑 这画面就播放起来了 老吴描述的一模一样 演员就位之后 场务呢开始释放烟雾 开始的时候还一切正常 可几秒钟之后 这雾气变了模样了 只一眼我就看出 眼前的雾气根本不是人工能制造出来的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森森鬼气 画面逐渐的模糊起来 直到说眼前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 画面里传出此起彼伏的惊呼声 过了几秒钟 画面里突然传出了几道悠悠的绿芒 这光线我太熟悉不过了 这是修行多年的恶鬼 试法的时候才会发出来的光芒 光芒闪烁几下 雾气中若隐若现的 有人影闪动 我盯着电脑屏幕仔细观察着 眼前虽然都是雾气 可我还是隐约分辨出 大雾里有十几道身影 倒在了地上 过了片刻 这雾气慢慢散进 眼前这才是恢复清明 可此时的镜头里却真的失踪了四个人 在场的摄像可仅仅只有这一个呀 那可是四面八方多角度拍摄出来的画面 可就是这种情况下 那几个人仿佛凭空消失了一样 而我呢 根本就没从画面里看出他们是怎么消失的 视频画面和置身现场是有区别的 如果在现场我肯定能够明白 因为它有感官上的区别 看不了画面 我却还是能感觉到身边发生的一切 可如今我却只能从死物一样的视频里 找出结果 这确实有些麻烦 又看了几遍视频 我却始终有些更多的发现 就在我打算放弃时 屏幕上正放着有人影倒下的画面 我就在此时我却隐约看见 视频里几道黑影闪过 我突然喊了一声停止 电脑收到 哎哎哎 回放回放 老屋的助力赶紧将视频推回去 我让他从那个大屋中人影倒下开始播放 我却还是感觉这东西啊 若隐若乌的飘过 甚至说连它存不存在都不确定 我又再一遍的倒回去 我要求它再慢放一遍 视频播放速度放慢了五倍 我这才敢确定 当时确实是有东西飞过去了 可具体是什么呢 我却没看清 因为说这东西速度太快了 在放慢十倍之后 我这才分辨出 这是四个人影 此时就连老眼昏画的老屋都看出了端倪 这愣愣盯着视频 这不可能啊 这也得亏了剧组用的价值不菲的摄像机 我让助理把这个视频放到最慢的程度 已经算是一针一针在观看了 即便这样 拍出来的画面依旧清楚啊 看完视频 老屋和他助理都愣在原地 因为这视频里飞出去的身影 竟然就是那消失的四个人 诡异的是 这四个人竟然悄无声息的飞了起来 奔着洞口位置就飞过去 速度快的 肉眼根本都发现不了 此时视频定格在一个画面上 画面里是一张人脸 这张人脸正是老屋的弟子小贾的 这小贾啊 仿佛是知道我们正在看他一样 他那张脸紧紧贴在镜头之上 脸上滑过了一抹诡异的笑容 五官呢 虽然还是原本的模样 可隔着镜头我们却感觉 他仿佛变了一个人 是一个冷血无情鬼气森森的恶魔呀 老屋只看了一眼 就被小贾的表情吓得是连连后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尽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儿的那些年 二之紫城复业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五十八集 他他他他接戏 他接戏怎么了 老屋虽然经历过大风大浪 却还是被眼前这荫幕下的失魂落魄 安抚一阵 这才将他送回到房间里 我独自盯着屏幕 看着小贾那张诡异的笑容 已经肯定 这四个人冲着东西了 看情况 他们体内的玩意 应该还不好对付 这回啊 算是接了个大活了 这事还挺棘手 对吧 一来 这不是咱自己地盘 原本以为没啥大事 也就没请多少仙家 跟着过来 这人手有点不太够 二来 对方的实力也不能小看 巧无声息之间能占据了活人身体 而且还能给人带走 这足以证明这些冤魂恶鬼 应该是比较厉害 目前来看呢 他们这种实力的恶鬼 有四个之多 可背地里他还有多少 谁也不知道 毕竟他们拍的呢 叫霸仙 要真招在鬼霸仙 那我带来这些老线全体出动 可能都不够 你毕竟传说中 他们可是能 跟真正的霸仙动手的人物 虽然他们肯定是输得很惨 但是你说能让真正的霸仙 亲自动手打他 那也挺可怕呀 我心想自己不能这么倒霉 跟这么牛逼的boss较量吧 再说这几位演员 那是他们冒了 哪门的清烟乐祖坟呢 贪神这么个好事 越想亲越烦 那索性走一步看一步吧 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这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那梦里我还真梦见了 这真假八仙格那打PK的场面 喝那就一个过瘾了 我又不知道骗完K之后卖不卖货 第二天一早 跟浑浑饿饿老吴吃乐顿饭 随后张罗着 去办这个八仙词 溜达溜达吧 一呢 是我有这个 欲神败神的习惯 求个思念 二来呢 也想找找线索 老吴被吓得不轻 嘱咐助理带我们过去 自己回房休息去了 助理开车带着我们 前往目的地 八仙词 是根据传说八仙过海 天海制造出来的景区 这地点和形状呢 都是暗藏玄机的 刚一走进来 来往的香客是络绎不绝 远处烟雾缭绕 像火极为的旺盛 一路走一路观景 整个寺院之内 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就连墙体上 都嵌着各路的神仙 日游神 夜游神 甲子神等等 这些呢 都是小神 现在传说中 是与平民老百姓 息息相关的神仙 再往前走 就是八仙过海的雕像 这雕像下摆满了 贡品香竹啊 秋来三珠贡香 插进香楼之内 暗自祈求八仙 保佑妻儿平安之后 这才是缓缓后退 听这附近香客 聊起八八仙的禁忌 这八八仙 无非就是秋好运 可传说 八仙成仙之前 都受尽了人间几苦 都是苦命人 所以说呢 他们成仙之后 饥饿如仇 但凡心属不正 做过亏心事的人 最好别来拜八仙 不然的话 不但不被人家 八个保佑 反而呢 八仙闲着 没事干算算 你身上的罪孽 听着香客议论 我这心中不禁想起 失踪那四个人 老烟火不说了 不都是表里不一的货了吗 难道八仙 真跟他们清算了不成吗 哼 想到此时 我不禁笑了笑 人家八仙 太仙的慌了 哪有那么些仙功夫 再说 视频我也看过了 肯定是冤魂恶鬼在作怪 在里面转悠半天 也没找到什么线索 站在八仙雕像跟前 我倒感觉 这个雕像有点不太对劲 可具体是哪不对劲呢 这一时半会儿 我又没找出来 此时人多眼砸 我又不能对雕像不敬 只好暂时离开了 出了八仙雕 这助理又带我们去了 出事的那个山洞 此时的山洞 已经被警戒线揽上了 穿过警戒线 进入到山洞之内 一股淡淡的阴气 弥漫在整个洞府里边 此时 一只悄无声息的护身豹马 突然在我耳边说道 小刚先生 动手的这帮恶鬼 起码得有千年到 看呀 已经修行到了 鬼仙的地步了 这回这事儿 闹得挺大呀 哎 那 大不大 来都来了 难办也得办呢 山洞里溜达一圈 除了感受到 丝丝丹丹的鬼气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发现 回到酒店 老吴念头大了脑内 去问我事情进展 我摇了摇头 毫无进展呗 老吴还安慰我了 大吉吉啊 别着急啊 咱们摸摸来啊 回到屋里之后 我开始和老烟会 消瘦飞沟通起来 他那上百个鬼娃娃呢 已经出去一天一宿了 怎么也得找到点 蛛丝马迹吧 对方却给了我一个 让我失望的结果 毫无进展 这些鬼娃娃 把这个城市翻了个遍 除了一些 无关紧要的 赤梅王良 也没发现 什么可疑的东西 这不知 是不是巴仙的原因 这座城市 干净的可怕 哎呀 一般情况下 这凡是古城啊 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修行多年 比较厉害的妖魔鬼怪 可这座城市呢 却根本没有 除了一些心死的亡魂 连个修行百年的冤魂都没有 这难道说 真是巴仙显灵吗 不可能啊 哪座城市 没有个神仙庙宇 又有哪座城市 能这么干净呢 请萧淑菲 将这上百的猿鹰 派出去继续的寻找 而我 则躺在床上 休息了两个小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 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进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儿的那些年 二 之 紫城复业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五十九集 傍晚的时候 我的脑子里 突然想到一件事 白天在八仙祠 看八仙雕像的时候 这不是感觉 雕像不对劲吗 这当时也没发现个 所以然 此时天色一晚 应该也没什么 相可有可的 哎 这正是我仔细观察的 好机会 想到此处 我跟老吴打了声招呼 带着余镖 又本八仙祠赶了过去 到达目的地时 这天呢 已经就黑了 天空布满了乌云 海风吹动着海浪 荡起的浪花 是哗哗之响 天空散落着点点细雨 让眼前的世界 有了一种 说不出来的沉闷感 天色一晚又快下雨了 这白天还熙熙攘攘的 八仙祠呢 早就已经空空荡荡了 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顺着大门往里走 十几分钟后 这才看到 八仙的雕像跟前 这雕像雕刻的 确实是栩栩如生 这仿佛真的是 八位神仙在过海一样 我仔细的端详半天 这才知道白天时候啊 这为什么有一种 不对劲的感觉了 这八仙的雕像 虽然栩栩如生 可却仿佛少了一点东西 少了什么呢 这一时间我却想不出来 绕着雕像转了几圈 我突然一拍脑袋 想起来了 这雕像少了一点精气神 对 就是精气神 有人会问这雕像 虽然是雕刻的神仙 它毕竟是个死物 雕像哪来的精气神啊 那举个例子啊 大家拜过那些 明山古叉内的 那个神仙雕像没有 那些雕像 虽然都是死物做成的 但是呢 咱却能感觉到 这个雕像散发出的 超凡脱俗 不敢知识的 这个感觉来 各种感觉 就是雕像的精气神 这是这个雕像 常年戏手前来祭拜 相克的这个愿力 年神日久之下 就算是死物 却还是养出了 这个精气神来了 眼前 这个八仙的像 虽然说常年被人祭拜 却根本没有这个感觉 他们给我的感觉 就是寻常的死物罢了 不像就像大街上 扔的什么电线杆子呀 石柱子一样 这不对呀 这肯定是哪出了问题 那不然不可能 有这种情况发生 难道是这风水出问题了吗 可是在建造这种祠堂之前 肯定会找大师前来查看的 但凡事他都有万一 我还是找了附近最高点 俯身 观瞧起这个八仙词的风水来 这跟着厂堂教主周黑的混这么久 风水方面我也不算纯小白了 放眼望去 下面八仙词的风水 只能用一个字好来形容 结合这方圆十几里的地形 这八仙词的位置选的十分毒辣 绝对是高人的手笔 由远及近 是一条不大的龙脉 龙脉的龙尾呢 在群山之中 龙身蜿蜒曲折 直接延伸到了海边 形成了一个 浇龙入海的绝佳地形 这龙入大海 好似是如虎天翼一样 大海和天空才是神龙的地盘 所以说这个地形 那是可遇不可求的绝佳地形 而这八仙词所见的位置呢 在海边 正是交入海的龙头位置 龙头已经入海 这海内的仙气 已经可以为这蛟龙所用了 放眼整个城市 八仙词的位置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这么好的一个位置 又有无数相克的院里支持 咱说它就是一块碗屎 也得养出一丝精气神来了吧 那么所以说看来 这个问题还是出现八仙词之内 又扫了一眼 而这个修建的形状 都是内涵玄机的 用的正是八卦阵法 八个方向 八种不同 每一门呢 都有无数的不同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只是用心看了一眼 我就被这个八卦阵的阵法 整得晕头晕脑的 心中记下这个阵法所在 我和玉彪 再次回到了八仙词 绕着八仙词 溜的一圈 还是一无所获 心中回忆着八卦阵的所在 脑子里突然感觉到 刚才所看的八卦阵 有些不太对劲啊 可我呢 却对这个八卦呀 知之甚少 想到此处 我又掏出怀里的八卦镜 看了起来 这手中八卦镜刚一出现 其上也散发出了淡淡的光晕 随后呢 便仿佛是有了生命一样 疯狂的运转起来 我整个人都被八卦镜的变化吸引了 足足十几分钟之后 呼的一下抬头 看向了眼前的八仙词 这八仙词还真有问题 而它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八卦镜上 这个镇并不是所想的那样 是用来护住眼前这个八仙词的 而是用来封锁这个庙语用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尽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儿的那些年 二之紫城副业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六十集 眼前这八卦镇并不是守护八卦词的 而是用来封锁它的 想到此处 我带着玉镖又绕着转了一圈 这期间呢 我不停地用手中的八卦镜与其做着比较 当我再次回到大门口时 这个想法基本就被我证实了 但这也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 刚才八卦镜已经给了我一个对比了 八仙词布置 八卦镜看着虽然正常 可其内暗藏玄机 这不知是哪位大师有意还是无意的 这的八卦镇竟然被我不反了 只是简单的几个变化 八卦镇竟然封锁了这的空间 换句话说 这个八卦镇就形成了一个封印镇法 一般情况下 这种镇法根本无法封印住这么大一片空间 更何况这里边还有八仙的雕像呢 可是这个镇法呢 强就强在 它布置在了蛟龙入海的龙头之上 它无时无刻不在吸收旗上的灵力 然后呢 转化成自己的力量 从而达到封印空间的效果 那么说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个八卦镇应该是八仙词修建之前 就被布置完毕的了 那这样的话 世界上所有事就都说得清楚了 这被封印之后 这八仙过海的雕像 也就被封印其中 就算世界上真有八仙 他们也不会察觉到 这有祠堂的存在 神仙肯定有无所不能的神统 他们也不会无聊到 没事下来查看的地步 这空间被封印 来往香客的院里和供奉之力呢 也就被控制在这个空间之内 雕像也就吸收不到香火和院里了 可是这这么多年下来 那些积攒下来的香火和院里 去了哪呢 那不能无缘无故消失吧 这些院里和香火之力 如果被人用来干好事 这当然是好的 可如果被有些人利用的话 那可就是大麻烦了 这背后 这到底是建造大师的失误 还是对方有意而为之呢 此时我不禁冷笑 能有这么大本事的大师 那怎么可能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呢 那么很显然 这的一切都是有心之人 有意为之 站在八卦镇前的前阵跟前 我再次拿出了八卦镜 这八卦镜仿佛活过来一样 这上面的罗盘再次疯狂运转起来 此时我脚下胜风 在原地飞快的夺着步子 先八卦 后八卦 八八六十四卦 八八六十四个阵法 八八六十四个变化 在这八卦镜的帮助之下 足足耗费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这才是勉强破解了 面前前阵的阵法 由于耗费了太多心神 我这脑袋仿佛快要炸开了 忍着头疼欲裂的感觉 抬头望去 眼前的景象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的我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 身边的渔镖 天空的乌云 耳边连绵不绝的海浪声 都已经消失不见 这整个世界仿佛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四周没有一丝活着的痕迹 眼前乌蒙蒙一片 这根本感觉不到一丝外边的任何东西 我知道我已经进入到阵法之中了 也正是这个阵法隔绝了我和外边的所有联系 手中端着八卦镜 我小心地四下观望着 此时我突然感觉啊 面前不足五米的位置 有一丝霸道阴邪的力量 在四下飘散着 我这谨慎地向着前方走去 每一步都走得十分小心 走了九步 我却足足走了几分钟 现在我身边已经没有任何帮手了 如果有人图谋不轨 那我就只能靠自己了 当我走到第九步时 突然感觉脚下踩了什么东西 与此同时 一股霸道的阴寒之力 顺着我的脚下 钻进了我的身体 这一瞬间 我就好像寒冬腊月 被人扔进冰窟一样 整个人便被冻僵在了原地 连经络都好像僵住了一样 脑子里划过一个念头 千小心万小心 还是被人暗算了 就在我感觉自己快不行的时候 手上的八卦镜再次飞速运转起来 这气上散发的光晕 仿佛冬日里那一抹暖阳一样 慢慢驱赶着我身体内霸道的阴寒之力 这八卦镜疯狂吸收着 我的身体慢慢恢复了行动能力 把这八卦镜横在胸前 整个人飞快向后退去 额头屎上全是冷汗 一半是刚才的后遗症 另外一半那是给我吓的 这刚才可不觉得多吓人 脱离危险之后才感觉到后怕呀 差点个阴沟里边翻了阴船呢 站在原地 等了足足的有五分钟 四周依旧是没有任何动静 我这才慢慢放松下来 难道说这没人吗 又过几分钟 我这才是有勇气看向刚才所站的位置 由于眼前世界近视迷雾 根本看不清刚才到底踩到什么 只好是凑到跟前蹲在地上 仔细观看 虽然暂时没什么危险 我却还是小心戒备着 此时此刻再说实话 我才感觉到 余彪在身边的重要性 如果有他户在身边 那叫一个安全感十足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进在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儿的那些年 二之 紫城复夜 作者 二刀小李哥 演播 老彩 第七百六十一集 蹲下之后 借着八卦镜散发的柔和光芒 仔细观看 这才看清啊 这脚下是个什么东西 地面上露出一个圆形的东西 这东西好像是一个手臂粗细的木柜 具体啥材质呢 我也没看出来 只能看出来这块木柜啊 漆黑一片 虽然是木头 却散发出了金属的光芒 这东西埋在地下不知多久了 露在地面上的一截 却刻画着密密麻麻的符文 这符文仿佛是鬼画符一样 我根本辨别不出来 这到底什么东西 端详半天 我正在想起来 这玩意儿根本 不是像鬼画符 这他妈就是鬼画符 这上面画着的 都是阴文 是鬼魂所用的文字 我在老馅儿走音 所用的通关文碟上见过 也在地府之中见过 可虽说是见过 但我并不懂这玩意儿 我从小就对外语不感冒 虽然也接触各着玩意儿 但我根本就 七窍捅了六窍 我还是一窍不通 这个木棒奇怪的地方 不止如此 漆上散发出那股霸道的阴寒之力 我似乎搁哪儿遇见过 刚才就这个玩意儿 差点给我整死 刚才置身于生死之间 我并没有多余的时间思考 现在他想起来这种熟悉的感觉 我在哪儿见过 这不就是老巫出事时 锁在那个山洞吗 看来老巫剧组出事 应该跟这埋着的木棍是有关系的 这根木头是谁埋下的 它又有什么用处呢 我蹲在地上脑袋飞快地运转起来 眼前这根诡异的木棍 八卦针 还有此处的八卦词 肯定都是出自一人之手啊 甚至于老巫所欲之事 可能都跟这背后之人有直接关系 望着这根木棍 我却并不敢轻举妄动 这刚才我已经领教过他的霸道了 此时我根本没有任何的把握 将其弄出来 更何况如果我动手之后 那背后之人会不会察觉呢 所以说事情查清楚之前 我还别打草惊蛇的好 思考半天 我这才是慢慢站了起来 用手中的八卦镜破解了眼前阵法 这才是慢慢的走了过去 眼前景色恢复正常 西风冷雨 吹打着海面 荡起层层浪花 耳边响起了余彪熟悉的声音 哥 你没事吧 他声音里带着焦急和关心 我回头冲他笑了笑 没事 我好像知道啥了 说完呢 我带着余彪离开了八仙子 两人钻进汽车直奔市区而去 下一刻外边开始电闪雷鸣啊 整个世界都仿佛沉浸在了轻门大雨之中 车上 我抄起来手机给老吴打过去 老吴的声音听起来显得有些疲惫 啊 大吉吉啊 有什么发心吗 算是有吧 不过好像也没啥头绪 想了想我继续说道 爷们 你帮我打听打听 当年修建这个八仙瓷的高人是谁 我想认识认识他 这老吴沉默片刻 估计呢 也猜测出这个八仙瓷有问题 不过他并没有多问什么 只是在电话里回道 好啊 来 等我休息啊 说完 便是挂断电话 雨还在下 大雨清闻啊 天空好像露了个窟窿一样 海边的城市啊 哪都好 就是这天气 好像女人的脸色 说来暴风骤雨 都不会给你等待的时间 刚到 酒店 这老吴就打来电话 我在电话里回道 我回酒店了 一会儿去你房间 咱见面聊 回到房间里 换了一身干爽的衣服 我跟雨标 奔着老吴的房间赶了过去 这老吴个屋里准备一桌韭菜 将我们这走进来 他有些歉意说道 大吉吉啊 节目鬼个天气 还让你们四处奔波 这个 做咱被地 我席在西 我笑了笑回道 说这话咱们就圆了 咱们关系好嘛 再说我也吃这碗饭的 别说这天气了 阴曹地府 那该去 我不也得去吗 一听我提到阴曹地府 老吴瞬间来兴趣了 大吉吉啊 节目世界上 真的有阴曹地府吗 我活了节目大的岁数 也算是见多死广啊 还真不记得 阴曹地府是什么样子的 喝了口白酒 暖暖身子 辛辣的白酒 灌进喉咙之后 整个身子 都感觉暖洋洋的 一旁的渔彪 黑黑笑道 咋的爷们 想见识见识 地府长啥样 那还不简单 让我哥送你过去 不就得了吗 这老吴听完 浑身一个机灵 他这个年纪了 要么将那个 生死置之度外 要么呢 越是年岁大了 越是充满恐惧 很显然 老吴就是后者 他活得太滋润了 怎么舍得放下 这得来不易的 大富大贵呢 他急忙白手 还喜不去的好啊 不去的好啊 于彪满不在乎说道 哎呀 早晚都得去 先去熟悉熟悉环境 那以后去了 不就清澈熟路了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 宝贵的分享 点赞 评论 更多精彩故事 进在 老彩故事会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我看事儿的那些年 二 之 紫城复业 作者 二刀小李格 演播 老彩 第762集 这老巫跟于彪聊 聊的老巫是哈哈干笑 而他的脸色呢 却是越发聊的苍白起来 我赶紧 一个波溜的 扇在了于彪后脑 随后便开始 转移话题 说起正事来 天妈 咱老这干的 那个 我让你帮着打听的事儿 您打听怎么样了 老巫给我们几个 发了根言 这才回到 芸汐打听到了 现在呢 就在杰克城市里边定居 要是想见的话呢 我让中间人帮着安排一下 不过杰克人年岁大了 可能不会跟你聊太长时间了 没事 那不用 简单几句就行 烟雾缭之中 老巫一货问道 唉 这个事情 跟八仙齐有关系吗 我沉思片刻 可能有关系吧 不过还得查查 爷们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这事儿 可能没这么简单 一顿酒喝完 众人呢 便各自回房睡觉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 老巫待着我们离开酒店 路上接了老巫一位朋友 随后便直奔市郊赶了过去 车子一路前行 一直开出了城市 直到开进村庄 这才在一个院落前缓缓停了下来 说是村庄 却比老家一般县城还要好很多 不过眼前这个宅院 却显得是有些破落了 这房子是个四合院 装修呢 建得倒是不错 可能是长时间这个无人打理的缘故 院子里边杂草葱声 显得是十分的荒凉 老巫的朋友敲了敲门 这里边传来一个女人声音 房门随即打开 眼前这人看模样应该是个保姆 老巫朋友上前低声说了几句 这保姆随即将我们带进了房间之内 这众人坐在客厅里 我的眼睛四下扫了一眼 房间显得破旧 可这里边的东西呢 却都是实打实的好玩意儿啊 这房间北侧坐北超南 供着一尊佛祖 我这仔细看了一眼 光是佛刊里的佛像 就不是寻常东西 看着模样应该有些年头了 就连佛像前的香炉 那都算是文物级别的东西 佛像旁边呢 还供奉着一个佛刊 里边用罩子罩着一个不太规整的珠子 珠子上啊 散发出乳白色的光泽 我闭目感受了一番 其上竟然隐隐散发出了淡淡的佛法的力量 这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乳白色的像骨头一样的玩意儿 应该是蛇丽啊 啊 而从他散发的力量来看 这蛇丽呢 应该也有出处 四周的墙壁挖着几幅佛像 书法 各种的福 这些东西也都是货真价实的玩意儿 只是扫了一眼 啊 我心里已经有了结论了 这房子的主人 绝对是个高人的 而他所修行的东西 好像是比较杂 佛家的东西有 道家的东西呢 也有 哎 就连这个藏传 密教的老天珠 他都收藏两颗了 周一五星八卦 我甚至在他这个房间里 找到了鲁班树的痕迹 而这鲁班树 虽然只是简单的露出了冰山一角 可亏一般可见全满啊 实用鲁班树这个人 竟然和周黑子不相上下 而他们所用的东西 竟然是有相同的味道 想起周黑子祖宗当年的故事 我这心中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啊 难道所用鲁班树之人 正是当年追杀周黑子祖先 那个人的后代吗 这如果这样的话 啊 真是原家路窄了 我的脑子疯狂运转着 想着眼前这个高人 到底是个什么人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可脸上呢 却没有一丝表情 经历了这么多 我早就已经学会了 储乱不惊的性格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呗 这次幸好 没带上长他教主 对吧 如果真如我想那样 那肯定是更加混乱的局面 周黑子的世仇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早就成为了过往云烟 再去纠结和执着 那无非就是自寻烦恼 更何况 这次前来那是帮着老吴办事啊 这次的事已经很难办了 我也不打算给自己添麻烦了 心思正在思量着 门外却出现了两个身影 刚才的保姆趋而复返 此时呢 还能推着一个轮椅 走进了房间 这轮椅上坐着一位老头 看老头模样 显然已经到了游进灯窟的程度 整个人的身上都散发着死气 很明显 老鼻改子已经没有多少时日了 这老头进屋之后 老吴朋友直接起身 凑到这个老头跟前打招呼 很显然 轮椅上快要嫁喝的老头 就是这个修八仙词的高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留下宝贵的分享